在下洛阳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161集 徐凤年端着一碗酒离开长凳 蹲在连摊子都称不上的棉布前 微笑问老人 这基本卖多少钱 公子看着办随便指纹钱都成 反正都是假的 徐凤年从钱囊掏出最后六七颗铜钱 递给缺门崖老头 后者也不嫌卖剑了 笑着接过 叠好四五本秘籍 双手交给眼前这名公子哥 徐凤年坐回酒桌 打开书箱 把几本秘籍放入一阵捣鼓 似乎开心于捡到了宝贝 朝九四老板招了招手 老板 有没有好些的黄酒 价钱贵些没关系 来两碗 有的有的 这就跟公子来两碗 徐凤年稍等片刻 从掌柜的手中接过两碗黄酒 重新蹲回缺门崖老头眼前递出去一碗 用递到的冬月口音笑问 听口音老哥以前也是冬月那边的人 老人原本不敢接过九碗 听到熟悉口音这才接过去 可不是 徐凤年放下酒碗去书箱拿过一本悄悄加了一张五十两银票的秘籍 老人面对面盘膝而作哎 老哥留一本好了 那我这不客气了 哎呀 这位军玉公子哥还真是个好人啊 人来人往 熙熙攘攘 一年卖一年轻相对而作 也不如何说话 只是缓缓捧碗饮酒 喝完了酒 徐凤年给掌柜的付过了酒钱 背起书香离开 卖书老头心情大好 闲来无事沾了沾口水 哼着小曲翻书 猛然瞪大眼睛 银票 全门牙老头张大嘴巴 正正望着那个背剑腹疾的年轻人背影 赶紧合上那本一点都不隐秘的秘籍 震惊之余 只觉得莫名其妙 这一日 徐凤年临近无家见识墓地 只剩咫尺之遥却不入 有老黄和杨皮球老头两位见识诸遇在前 无家遗址 看与不看都没什么关系了 徐凤年过无家遗址而不入 走上北面山坡 发现背阳面半腰有一片飞驴飞马的建筑 半寺庙 半道观 清白袍道士和红衣喇嘛夹杂而处 各自招来相克 徐凤年啃着青果干枣 绕过朱祁斑驳的外墙 在后院门口停脚 选有道门星红陶府 迎联由中原文字写旧 难得的铁化银沟颇见功底却是佛教腔调 任凭你无法无天 见此明镜高悬自问还有胆逢 须知我能宽能竖且把秃刀放下速速回转头来 徐凤年跨过门槛正知黄昏时分 一群斜披红袍的喇嘛 做完了晚客 在店外走廊席地而坐 说法变精 年迈者早已古兮花甲 年幼者不过七八幼灵 巨是毛绒红色袍子徐凤年没有走近 安静站在远处 有些吃力的听完那些北莽寄语相结 暮色迂晖洒落 徐凤年严强绕行 期间有中年僧人托木盆迎面而来 表情平静 单手轻轻失礼 徐凤年还了一礼 去主殿外坟香三柱 敬佛敬法敬僧 没来由想起即将到来的两朝灭法浩劫 以及龙树僧人的可无佛像佛经 不可无佛心的说法 有些感慨 山雨欲来 陆地起龙却 一个两禅寺老和尚能挡得下来 徐凤年抖了抖肩膀 寄紧绳带 稍稍挂起那只书香 准备找路去正门离开 看到前方有一对熟悉男女绕店而出 正是酒摊上同桌而坐的时刻 男子绸缎长山 面如关羽风度翩翩 腰间挂摇一串南朝世子间十分风靡的金锒当 女子秀气 弦淑金钗不摇 小家碧玉的中人之姿 却拥有大家闺秀的气态 年轻英俊男子正在给结伴女子讲述佛门三十二项 顺势解释了佛门金身像和一品武夫里金刚镜的不同 言辞深入浅处显然书安事教典故 女子温雅点头 徐凤年不想加快步子超过两人 停下脚步等他们走远才再行向前 而力所致听到那名男子愤愤然说道 我朝佛法已然漠视 本该彻底抵挡 就说这些寺庙 如果有人阻碍出家 哪怕你是住职和尚 也要被诅咒生生世世得瞎眼报 如此一来 大半寺庙和尚都是依附佛门的外道骗子 不是做那些奇才骗色的勾当 就是浑然不懂佛法为何物 佛门清净地 何来清净二字 竟是一些该杀的混账东西 那些汴京的喇嘛都挺好呀 不需要是坏人 你故意递出金银 他们都不愿守出银钱 反而送了你一本金书 大势所趋 一两个好和尚做不得准 男子手指弹了一下腰间欲锒铛 叮咚轻荡 神情轻面 女子一笑置之 虽有质疑 仍是没有与他争执 徐凤年远远见到他们在一座顶炉前烧香拜天 为了不吐惹人厌 就干脆坐在台阶上 这下书香当做是休憩片刻 因为贩卖秘籍的穷酸老头缺门牙 让他没来由想起西蜀老黄 记得游历返回北梁途中 凑巧远远见识到一桩秘籍争夺引起的命案 秘籍很普通 三流都称不上不过还是交代了五六条鲜活人命 老黄感情秘籍在江湖上这般吃香啊 我家听朝廷好几万本 要不啥时候都贱卖了出去 就当做好事行不行 那整座江湖还不得都对我感恩戴德啊 得有多少青春貌美的女侠对我按送秋波 想想就舒坦 公子可不能让个作用 别个不晓得 要是老黄我年轻时候听所有秘籍送 也得荒废了手上的功夫 到头来江湖上就没得几个人肯用心练武了 老黄你除了羊马有屁的功夫 再说你也不识几个字 给你多少本秘籍都是白搭 你认不得字 字认不得你 打铁啊 公子你真不要说 二十岁出头了会儿 那呀还在 老黄俺也是方圆十里顶有名的俊俏小哥 起码是铁匠里最俊的 还有小娘子给俺偷偷送个黄酒了 长得不咋的 不过屁股可笑了 哎呀 俺你家时都没舍得活 埋到后院里头 想到啥时候回老家再挖出来 肯定香 就只有一坛子 他也只算是一般因死人家的闺女 就算当年使劲惦记我的英俊相貌 也送不得多三 嗯 就你这模样 年轻时候也英俊过 那我不得是英俊到天上去了 那是 我跟公子没得比 公子若是在 那坛之久 就没得安老黄啥子事情了 得了 别提酒 咱俩走路都喉咙冒火了 渴死了 还晓得了 对了老黄 你都离家多少年了 那坛黄酒还能在 嗯 记不到离家好多年了 应该还在了 是黄酒就熬得住 跟公子以前装在琉璃杯里 喝的那些葡萄酒不一样 要是公子有机会去家 保管有一顿好喝的 哎 又提酒了 愁得不行 哎 前头也吹烟 咱俩去讨口水喝 老规矩啊 开门的是大老爷们 你开口讨要 是女人 我来 走 对了老黄 你全身家当就只剩那坛子酒了 真舍得分我一半喝 咋个酒不舍得了呢 公子觉得好喝 都给公子就是了 嗯 换成我呀 肯定不舍得 顶多分你一半 公子是师辰人 我中意 去去去 你要是个翘小娘 我也中意你 哎 古兴 我也没讨上过媳妇 亚斯兰有个闺女就好了 随你样子我也看不上眼 老黄 你甭想这一茬了啊 嗯 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那一次撞上一位出门劳作的富人 徐凤年上门讨要的两碗凉水 他至今还记得 偶然回首望去 老黄蹲在一边 笑脸灿烂 一如既往的雀门牙 滑稽得很 喝水时 老黄还不忘憨憨念叨 有个闺女该多好 老黄 你要是有个闺女 我就去 我就去了 只不过这类话 如同那些王府 那些没能喝入腹的黄酒一样 没能说出口 徐凤年坐在台阶上正正出神 那名女子不知为何瞧见了她的身影 趁着潇洒公子哥前往道观 与一位老真人说长生 犹豫了一下 单独前来 徐凤年对于天地契机探寻 已经几乎真于金刚五幅画镜 只不过对她视而不见而已 女子没有急于出生 好像在酝酿措辞 徐凤年见她不说话 主动开口 免去她的尴尬 哦 敢问小姐方明 陆陈 女子微微羞恼仍是轻声回答 徐凤年心中了然 看来是春秋移民无误 当年黎昂王朝一统天下 被中原世子痛心疾首称作神州陆陈 只要是姓陆的 北奔以后在北蒙南朝 说不定十个里头能抓出两三个叫陆陈的 不过女子叫陆陈 还是比较稀罕 徐凤年看到与他同行的男子跟一名先锋 道骨的老道士走出大殿就站起身 背起书香往正门走去 徐凤年出院时想起一桩江湖妙事 并虎杨太岁前往龙虎山和道同百年第一人的 齐玄珍说法 莲花顶上齐玄珍扶顶杨太岁展摩台 他去一半都说 仙人扶我顶结发得长生 徐凤年下意识伸手揉了一个圆 一路前行不断化缘 与武当山上洪喜相传授记忆时的情形形 以后直达神思仙人扶顶一路北去路上偶遇西河州百姓 徐凤年听到了许多高枪耗子韵律与中原声歌截然不同 言语质朴的令人心颤 一般这个时候徐凤年都会停下脚步 远远聆听这类不登台面的蓝阳嗓子回牛声 直至声乐尾声才重新动身北行 走得不急 因为他只需要掐着时间点到达宝平州大额城即可 去早了 越早碰上魔头洛阳说不定就要恒生风波 反而是祸事 这一路徐凤年走的是一条粗糙一道 半巡后 有一次还遇上了骑马而游的那对年轻男女 离开吴家遗址后 他们换了身爽利静装 配刀男子愈发风流倜傥 跨见女子也平天几分 鹦鹉气态 徐凤年已是突破那一线之隔 躋身江湖人是梦寐以求的金刚出镜 大体可以查探那名青年游侠的契机 在二品三品的门槛上 算是货真价实的年少有为吧 即便遇上一股半百人数的精悍马贼 也足可自保 想必这也是他敢带一名女子 悠游黄土高原的底气所在 一个日头独辣的赏武 徐凤年有些哭笑不得 不知是否那对男女被孕到了极致 竟然撞上了一批分不清是马贼 还是西涕仗下精兵的庞大势力 百来号人马皆批皮甲 各自写有志士兵器 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不安人情 被一名精甲头领仅是言语寻信后 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 冲锋过招后将其劈落下马 还不够还心狠手辣补上一刀 若非鱼鳞甲又于寻常软皮甲 就要给他一刀砍死 这就惹了重怒了 那群人一拥而上见识如雨刀出矛刺 对那个自视武艺的士族子弟展开了十几波车轮战 那公子哥既要自保杀敌 还要分心累赘女子的安慰 被软刀子割肉般的戏弄 招架不住潮水攻势激起了血性 再度被他砍杀 劈死了十几名软甲骑士 终于给一剑套入肩膀 不等他抽出雨剑就给十几个马套贤熟丢来 连人带马一起被拖拽倒地 女子也被一名精壮头领拿长枪拍落马背 马到工程的头领猖狂大笑耍了一记精湛马术 策马闷腰探臂 搂起岔气后无力挣扎的先弱女子 一手提枪一手掐住他脖子贴在胸前 勒勒勒姜声故意停下马转悠一圈 朝地面上那个面红眼翅的公子哥示威 西河州多黄沙漫天也多沟河起伏 徐凤年蹲在斜坡上嚼着一颗清果枣杆 从头到尾看着人数悬殊的厮杀 替那名相貌俊义的南朝公子哥不值 哼 想必是个不经常经历杀伐的厨 原本以他的技机技巧和后实战力 大可以护着女子远盾 就算脱不开追击 只要不完全陷入包围圈 回旋余地就要多出太多了 估计这名高门公孙十有八九是听多了 荡气回肠的前辈传奇 成了一根筋 想要一步不退硬抗铁甲 才被那百人骑兵用不算如何高明的法子 给折腾的筋疲力竭 徐凤年如今眼力不俗 瞧得出内人招式套路都极为出菜 技巧百出 可见此人要么是有个名师指点 要么是根骨出奇 徐凤年公邀如报 尽量隐匿前行 在摆布以外一座小土包附近停下 见到鱼鳞甲首领将怀中女子丢下马 跳下马背一脚踹在他心口 习武只是当作养生手段的女子 几乎当场晕厥过去 蜷缩起来大口喘 鱼鳞甲汉子蹲下去 扯住女子一大缕青丝晃了晃 望向那名不知好歹的 服饰华美的外乡公子个儿 后者已经被马套绳索 裹得如同一颗粽子 更有几条铁链系在四肢上 被四批人分别拉直悬在空中 一些个性子急躁的骑士 下马后除了吐口水 就是拿刀鞘拍打这个俊俏公子哥的脸颊 这一批骑士是典型的北莽人士 剃发秃顶 后脑勺结发成变 鱼鳞甲壮汉撇了撇头也不废话 四皮拉住铁链的下马骑兵也就心领神会 宁笑着开始拔河 四个方向四条铁链总计二十多人一起轻力拉伸 亏得那名身陷死地的年轻男子身负上乘无血 只是无形中受苦更多 一名马匪头领先不够酣畅让麾下喽喽翻身上马又加了一条铁链 还住男子脖子下定决心来一场鲜血淋漓的无马分尸 公子哥双眼通红手腕和脚踝摩擦出血更别提脆弱的伯格 发出一阵钉死野兽的气力嘶吼 浑身紧剩气机薄发 铁链如水纹颤动竟然使得无马倒退几步 骤然唤气铁链刹那笔直如枪谋 牵练马匹顿时劣弊 鱼林甲首领迁怒在女子身上 将头发被抓住的女子往地上一摔 就有手下看管亲自上马 再喊上四名体魄雄剑的心腹 对付这头不容小觑的垂死困兽 战马马蹄艰难前踏 男子四肢和脖子鲜血涌出 痛不欲生 就在男子即将被扯裂时 马上五人几乎是一瞬烫死 都不见明显伤痕 只是直直坠马 立即死绝 几名有资格穿林甲的马贼头领 壮胆凑近了一桥 只见头颅眉心处有细微通透 好似被丰瑞小物件刺出了窟窿 一名心思细腻的鱼林甲头领 想要偷偷拿刀砍死男子和女人 不留后患 当下就被一物刺过眉心 剑出一丝不已察觉的血线 如此一来 再无马匪感动手了 瞬间跑了一干二净 叫露晨的男朝女子不知缘故 恍惚片刻才知道 劫后余生啊 哭着起身 跑去那名市郊的年轻公子哥身边 艰难解开铁链 尤其是脖子间血肉模糊触目尽心 他压抑下哭声盘腿坐在他身边 撕下袖口包扎几出露骨伤口 侥幸从鬼门关上走回阳间的公子哥 缓缓吸了一口气 吐出大口浊气后 扯出一个笑脸 死不了他 收回了飞剑招路 徐凤年本想就此离开 不过望见远处有异齐 不死心的做出瞭望姿态 只得耐住性子待在原地 再度遇见出秀 刺杀了那名倒霉的马贼后 贴地而听 那些马贼终于认命的逃窜散去 徐凤年悄悄站起身 背着书香就要走开 他掏出最后几颗枣子 一股脑丢入嘴里 看到那名再也潇洒不起的见识 在女子搀扶下 仍是跌坐地上血流如主 可女子不经于治疗外伤 束手无策 只是哽咽抽起 虔诚锦绣的男子 自然也不想死在荒郊野里 只不过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啊 哭作当场面容猙獰如恶鬼 徐凤年见到那名巨傲男子 被打入尘埃后 精气神都重新开始涣散 露出没有及时救治 就要死去的颓败迹象 周了周眉头 只得走出小土包 身形现实 还得假扮路见不平的模样 小步奔跑向那对男女 挤出一脸无懈可击的惶恐和紧张 公子哥眼神本已浑浊不堪 看到徐凤年后露出一抹精光 一只手轻轻搭在铁链上 徐凤年蹲在他们身前摘下书香 从书香拿出一瓶敦皇城带来的瓷瓶 装有漆黑如墨的软膏 可以接近蓄骨生肉的药膏 并无名号 高如掺水油脂 年性很足 瓶口朝下也并未倾泻如注 只是如水珠滑落连夜的场景 缓缓滴落 那名崇幸子弟眼神冷漠 看着双手双脚伤口被滴上黑色药膏 清凉入骨说不出的惬意 因为石祸他心中才愈发震撼 眼前这个只能掏几文钱买假秘籍的陌生人 如何得来这瓶一两百斤的药膏 徐凤年卷秀擦了擦额头汗水 一脸心疼表情 像是天人交战后才下定决心 把瓷瓶交给叫陆尘的女子 嗯 药膏是祖传秘法 一瓶能卖好些银子 早中晚一日三次涂抹 不出万寻 这位公子就可痊愈了 对了 在吴家建议遗址那边没来得及自报名号 在下徐朗也是南朝人士 家住红叶城狮子像 不说药膏啊 这只手工地道的天球瓷瓶也值些银子 陆尘好像听到一个不小的笑话如释重负 破题为笑 擦拭去两颊泪水 我和崇公子回去以后一定去红叶城寻访徐公子 崇贵脸上闪过一抹阴霾 不过隐藏很深原本松开铁链的那只手 傅而握紧一手扶过止住血迹的脖子 此当如此感谢徐公子救命大恩 徐凤年依然扮演着一个精明事快的并不聪明的寻常游学士子 哦哈哈不敢当不敢当 对于高于大姓的士族子女就像他和崇贵尊贵到能够成为西河州持节令的座上宾 平时何须在意寻常人的图谋不轨啊 只不过今日遭遇恨火才让他格外念恩感激 徐凤年看了两人一眼 要不要在下护送二位 陆尘本想点头答应 崇贵摇了摇头 不用了 毫伐世子的清高风范在这一刻尽险无疑 陆尘不知其中门道 只以为是崇贵拉不下脸面 见他眼神坚毅执着己见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徐凤年难言一笑 恋恋不舍瞥了一眼陆尘手上的瓷瓶 这才起身告辞 陆尘倒是有些好感这名陌路人的浅白作态 比起往日见着那些摇尾起怜 还要假装倒血的南朝世子可要顺言许多 他木然瞪大眼睛 只见腹肌男子才站起转身 就给如一条被拉直身躯毒蛇的铁链 击中后背向前飞出去 扑地后再无动弹 多半是弃绝身亡 他转头痴痴望向重跪满眼惊骇 你可以看到本公子的落魄 至于他没这份负气 陆尘捂住嘴巴 轩然欲气 重跪似乎感到自己的语气太过僵硬生了 稍微换了一种柔软腔调 这个徐朗 早不出现晚不出现 偏偏在你我落难时出现 十有八九 是与那些马贼串通仪器的匪人 存了放长线钓大鱼的企图 陆姑娘 你设事不深 不知江湖凶险 这类亡命之徒 大多极为弯弯肠子 守法高明不输官场狐狸 退一步说 我们宁肯错杀也不可错放 我若死在这里 你怎么办 我不舍得死 要死 也要送你回家才行 陆尘泪水猛然流淌出眼眶 扑入重跪怀中 对于那名徐朗的死活 就再不如初见惊变时那般沉重 生死之间患难与共 过关了富泰闲暇生活的女子 兴许不喜好那些风淡风轻的香濡以沫 可有几人经得起敌得过重跪这种场景 这一类言语的转刻在心 重跪抱住他的郊区 则是嘴角冷笑 眼神淡漠 不过这幅温情画面给几声咳嗽打断 重跪在遇见徐朗后 头一回流露出京剧 在下洛阳 欢迎继续收听 雪中汗刀行 第162集 徐凤年站起身拍了拍衣袖 哎 做好人真累啊 难怪北莽多魔头 见到悲香复健的男子面无表情走来 重跪笑脸牵强 气势全无 唯一意愧疚 徐公子不要见怪 是崇某人行事唐突了 只不过重跪身份敏感 出行在外 万万不敢掉以轻心 重跪看那人一脸平静 连讥讽表情都没有 心之不妙 赶紧亡羊补牢 我叫重跪 是南朝崇家子孙 我可以弥补给徐公子一份大富贵 公子你身手卓绝 有我重家扶持帮衬 一定可以飞黄腾打 说话间 重跪一只手又握住铁链 不见棺材不掉泪 来 再试试看能否杀了我 这一刻 重跪出手也不是 松手也不是 重跪侥幸由阴间回阳间 而陆陈则是从阳间堕入阴间 呆然坐在一旁心冷如坠冰窖 徐凤年一手画园 不见拍在重跪头顶 重跪整个人就陷入地面 头颅和四肢一同炸裂 好似给人用大锤砸成了一块肉饼 比起乌马分尸还要凄惨 仙人府顶 可不只是劫法受长生一个用处 鲜血剑了陆陈一身 可他只是痴然发呆 无动于衷 他单纯 却不是蠢货 剑威之助 几乎是大族子女的天赋 徐凤年才要再话一言 让陆陈和重跪 做一对亡命鸳鸯共赴黄泉 他突然抬头问徐凤年 我想知道你到底跟马贼 是不是疑惑的 求求你 别骗我 徐凤年摇了摇头 他终于心死如灰烬 平静等待 徐凤年也不怜香西雨 依旧是仙人府顶的起手势 不过又一次被打搅 他冷不丁撕心裂肺哭出声 我不想死 徐凤年 徐凤年走过去 走了几步距离 他便坐在地上滑退了几步距离 徐凤年不再前行 蹲下身伸出手 慈平还我还握有小瓶的他烫手般丢出 他情急之下丢制的没有准头 徐凤年探手一抓就欲勿在手放回书下 陆尘好像积攒了二十年的心机城府都在一瞬间爆发出来 徐公子你要如何才能不杀我 我是南朝甲子陆家的嫡孙女 我和重归不同 没有任何报复可言 只想好好活着出家以后相赴桥子 只要公子不杀我 只要不玷污我的身子 我便是给你做牛做马半年时间也心甘情缘 而且我许弄回到陆家 绝不替今日事情半句 只说重归是死于百日马 才 瞧见那名书生模样的男子嘴角勾起 隐约又讥讽意思 醒悟了又披露的路程 马上改口 只说是重归某日死在 前往西河州池杰林府邸的旅程中 我半天不知情 说到这里 他秋波起涟漪熠熠生辉 翻起一股果爵咬着嘴唇 公子不杀我 我便说是与重归有过雨水之患 到时候重家假若不幸 让某某验身也寻不到破绽 他这是要以清白之身做代价换求活命了 真是天高高不过人心呢 陆尘见他没有抱起杀人的意思 伸手捋起鬓角一缕散乱青丝 小女子也不敢奢望公子一同回到陆家 但既然公子手握把柄 我陆家清语难嘲 当然不允许这般天大丑闻流出 更不愿因此惹上重家 也就不用担心我不对公子百依百顺 只需远远牵扯 陆尘愿意做公子的牵线木偶 相信以公子出类拔萃的伸手和心智 一定可以找到既能控制陆尘 又能不入险地的两全法子 徐凤年要去掏枣子 发现囊中空无遗物 缩回手后笑了笑 嗯 你很聪明啊 怎么会被重贵这个顽固子弟当傻子逗弄 不是重贵如何 而是重家底蕴胜过陆家 否则一个偏房子弟如何能与一个甲子敌孙女称得上门当户对 徐凤年点了点头身以为然 果然是个有慧根的毫发女子 陆尘刹那间眼神冰冷 你还是想杀我 采取杀意的徐凤年好奇问路陈 女子的直觉 难道不是 没等徐凤年有所动作 陆尘站起身 疯了一般冲向他自寻死路 一阵毫无章法的拳打脚踢哭腔可怜 大魔头 我跟你拼了 他唠唠叨叨 骂人跟打人一个德行 翻来覆去 就那么几个古板路数 都是不痛不痒 徐凤年一巴掌把他凶狠拍飞出去 直接将其打懵了 看着捂着脸的疯女人 杀不杀你看你接下来的表现 你先埋了重柜 然后跟我一起去西河州腹地 用得少你 陆尘如火大射 眼神焕发光彩 瞥了一眼重柜的模糊尸体 不说是才好 他脸上顿时又挨了一巴掌 整个人都翻了个身 重重摔在黄沙地面上 像一只土灰麻雀 哼男人冷血指不定走狗屎运还能当个萧熊 你一个娘们这么没心没肺的很讨喜吗 我知错了 徐凤年以一记仙人府顶砸出一个大坑 全且当成重跪的坟营 看着他一点一点一块一块将那滩血肉搬入坑内 问了一些崇家和陆家的事情 他一一作答并无丝毫参加 间隙时他小心翼翼地问徐凤年 是公子杀退了那些马贼 徐凤年没有作声 只是耐心看着他捡回泥土覆盖 勉强填平以后还不忘跳着踩踏 让填埋痕迹不那么明显 他安静下来后歪着脑袋问徐凤年 重跪重跪 公子你说以后这儿会不会长出一棵桂树 你脑子有病啊 满身血污的女子竟是脸刃失了一个万福 妩媚横生 求公子救我 你真是病入膏肓 失心疯没救了 女子孤零零站在坟营上 只是笑脸凄美 埋过了那个出出茅庐就躺坟的崇家王孙 徐凤年把玩着从尸体上扒下来的那串金灵的风起敲叮咚 带着莫名其妙就成了丫鬟的陆尘往西河州腹地走去 才走了没多久就又遇上了一对马贼三十几号人 比较前边汉匪的兵强马壮 这些马贼家当就要寒碜许多 没几样制式兵器 更别提榆林甲这类军武校尉的专属甲咒了 唯一的亮点是为首一名马贼持有一杆马朔 朔朔金刚朔转红铜朔身涂抹猪鸡 关键是还既有一丛紫雕绣团子 在战场上这种持朔子弟往往沦为围殴搏杀的靶子 比那些身穿鲜亮铠甲的将军还要吸引兴趣 因为喜好马朔的大族子孙多半是出场战士的厨 搏杀起来比起深安自保的老游子校尉们远远异于歌曲透露 徐凤年二话不说就迎面前奔将其擒拿 稍微敲打就炸出真相 果然这匹马贼是重贵聘请来演苦肉计的货色 想要以此来博取路晨的清心 真是辛苦到头为谁忙呢 接下来路晨就看到这些马贼被宰杀干净 他眼中有一种古怪的神采 徐凤年挑了两匹坐骑快马加鞭 走出三十里路都不见一处人烟 稍作停顿 拿囊中清水刷洗马鼻 裹了头巾的路晨 揭开一脚露出略显干涩的樱桃小嘴 你真叫徐郎 你该有小宗师敬接了吧 徐凤年没有应声 你是要拿我的身份做文章吗 先前已经和你说过 我与重贵只是离开大队伍绕道而行 如今只剩我一人去西河州持节令府邸 一旦被发现行踪 你该怎么解释 见这名腹级挂剑的年轻男人仍是练习闭口馋 路晨也不气馁刨根问底 骑马出行三十里一亭 你难道是北梁人 徐凤年正在给他的马匹刷洗 也不抬头 离去放好水囊 翻身上马继续前行 性子执拗起来的路晨 坚信跟上并驾齐驱 侧头凝视这个满山云遮雾绕的年轻人 徐凤年终于开口 改了主意 将你送到安全地方 我就离开 前一刻还要死要活 恨不得个重贵同葬一学 怎么转眼间就连收尸都乐意了 是你如此 还是你们大姓女子都如此 你这样的 就算收了做通房丫鬟 说不定哪天晚上就给你勒死了 睡不安稳 我这辈子最恨别人骗我 我曾经对自己说过 以后嫁了谁 这个男人花心也无妨 睡了别家女子 但一定要跟我招呼一声 而且不领进家门恶心我 我都不会介意 我会继续持家有道 但我若是最后一个知晓 她和女子苟合成了笑话 肯定恨不得拿剪刀 剪了她子孙根 再去画了那婆娘的整张脸 让她一辈子都勾引不了男人 你长得不像这种女人 在吴家遗址初次见你 误以为你挺好相处的 是那种受了委屈 也不敢回娘家诉苦的小女子 可我就是这种女人 我是不是应该直接一巴掌拍烂你的头颅 公子可不许如此绝情啊 徐凤年一笑置之 跟他说话 见他做事很有意思 跟文章洗不平一个道理总是让人出乎意料 陆尘察觉到这位徐公子弹性不错就顺杆子往上爬 我猜公子一定出自武林世家 而不是重跪这类将门子孙 因为公子杀人 会愧疚 你知道个卵 难道我猜错了 少跟我装不作样啊 我见过的漂亮娘子多到数不过来 你的姿色不到七十文 不值一提 我本来就不是好看的女子 你说这次重录两家联手前往西河州府 你们陆家有你父亲陆龟领头 图谋什么 我向来不关心这些 也接触不到内幕 不敢相信啊 那个被称作通身财胆的陈桂 说死就死了 而且死法一点都不装脸 徐凤年随手丢了那串金灵的 原本是打算记录陈的身份 去西河州府邸乱杀一头 杀几个赚起来 只不过这趟出行 崇家几位高手都一个不漏 尤其是那个高居魔头排行第七的崇良 甚至连北卯十二位大将军的崇神通 也乔装打扮隐匿其中 想必麻烦得很 可别误了跟那魔头的约定才好 一番权衡过后念头作罢 陆陈看到这个动作 笑着从袖中抽出一柄匕首 本想着找机会一下刺死你的 现在匕首是交给你还是丢掉 留着吧 你要是下一个三十里路前还不掏出来 你也会跟崇贵一样死得不明不白 我赌对了 徐凤年莫名其妙感慨 嗯这个江湖高手常有高人不常在啊 那公子你是高手还是高人呢 哼做不来高人 两人夜宿荒漠 在一处背风山坡坡底歇脚 昼夜温差极大 徐凤年食了许多枯枝丢入火堆 除了悄悄养剑和维持篝火 一夜都在假眠 破晓时分 见他还在打瞌睡 就独自走到坡顶 仰望着天色 突然间 徐凤年掠回坡脚 眼神复杂 盯着那个颤颤巍巍 手提匕首的女子 心里一惊 他竟是心狠到拿匕首在自己脸上划出了四道血槽 这得是如何坚韧心性的女子才做得出这种行径 即使一两人心智心知肚明 每走一步临近西河周城 他极有可能是离黄泉路进了一步 崇禄两家不乏城府修炼成精的枭雄角色 身负绝学的崇贵 身死人亡 而他一个弱女子却反常活下 想要蒙混过关 继续有一份富贵生活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破相以后 说是仇家杀死崇贵 再放他生还 当成对崇禄两家的羞辱 他才硬生生从一局死局棋盘上作演 生出了一切 只是这样的手法 对女人而言是不是代价太大了 是不是太过决绝了 男女皆惜命 男子惜命 女子惜荣更是昌理 徐凤年当下涌起力气 几乎有一举杀死他的冲动 只是随后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压抑下杀金 女子望向眼前那个只知性不知名的年轻男子眼神痴呆 不是泪流两颊 而是血流满面 他擒着泪水笑着说 疼 渐进繁华 意道渐宽 徐凤年和破相女子在一座没有城墙遮挡的小镇歇息 离周城还有三天路程 他穿着徐凤年的文士衣衫略显宽松 脸上四条疤痕开始节俭 不幸中的万幸为了不露出蛛丝马迹 让他的伤势好跟重贵生死时同步得以涂抹药膏 小小加速痊愈进度 只是大漠风沙粗利 拂面以后 哪怕裹有头巾 护着那张秀气不在的脸孔 前几天他也经常血肉模糊 受到追心疼痛 他没有如何哭泣 徐凤年也从未出言安慰 凉凉沉默 徐凤年和他才入城 天色骤变 乌云蔽日 明明是正午时分 阴沉漆黑如夜 一场沙暴将之 徐凤年只得和陆陈 入了一家简陋客栈 客栈老板趁火打劫 往死里抬价 徐凤年本意是被载几两银子 无所谓有个落脚地就行 殊不料陆陈死活不肯当那冤大头 要不是出门 瞧见商骨旅人蜂拥而来 他也不想露宿街头 今日断然不会在这住下 结果可想而知 客栈老板小心眼又刻意丢呢 加钱往上翻了一番 陆陈气恼的肩膀颤抖 徐凤年搭在他肩头上摇了摇头 老老实实付过定金 领了木牌钥匙去后院住处 头巾遮掩容颜的陆陈有些闷闷 徐凤年打开柴门 一屋子没味儿扑鼻 关上门后摘下书香和春秋剑 桌上有桃罐摇了摇 滴水不剩 陆陈安静坐在凳子上 解下头巾 轻轻撇过头 不与徐凤年对视 只是问 以公子出神入化的身手 为何要和这些事情小民低声下气 都不须见出窍 就能吓破他们的胆子 徐凤年官言是那两扇漏风窗户 坐在桌前 你是不是以为高手都得是一双眼光射寒芒那种 要不就是生得虎背熊腰 恨不得在背后挂两片虎抱尸体 要么在身上悬满刀枪棍棒毛 出门闯荡才显得气派 陆陈嘴角有些勾气 听出言语中的调侃 他的心情好转了几分 徐凤年弯腰从书香里翻出几本秘籍 放在他眼前 盘膝而坐在凳上 意态闲逝 我这些天闲来无事的时候就翻一翻 还照着里头的把势练了练 才发现很好玩 傻傻看 那不行 天崩地裂了咋办 别叫 陆陈果真板住脸 徐凤年拿起茶水淘罐 我去弄些水和吃食来 等着 陆陈点了点头 拿起一本伪劣秘籍信手翻阅 徐凤年没多久反身 拎着装满凉水的茶罐子 陆陈抬头问 又花钱了 没法子 小鬼难缠 一壶水半两银子 等会咱们当穷江月来喝旧事了 对了 饭室还得等一会儿啊 等得起 没有敲门 一个客栈伙计就大大咧咧推门而入 陆陈连忙抓起头巾 转过头去 慌乱裹尘 伙计一手端着大木盘 盛放有几样马虎粗糙的伙食 他无意间瞅见陆陈的脸庞 吓了一跳 火急火燎放下食物 跑出去才跨过门口就大声嚷嚷 快来看快来看 我里有个丑麻怪 老子满天惊毁了 陆陈扯住徐凤年袖口 但徐凤年轻轻一抖 打不出门 把那个口无遮拦的倒霉虫一脚踢的陷入院墙 生死不知 回屋后 陆陈脸色黯然 我本来就很丑 对 是不好看 脸上画花了 好看才怪 但谁敢说出口 入了我耳朵 我就让他 去死 哪能 我又不是魔头 向来喜欢以貌夫人 实在不行 才会以德夫人 陆陈盯着这个说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书生 民进嘴角似笑非笑 摇了摇头 一点都不好笑 徐凤年一笑置之 分发了碗碟餐食 然后埋头狼吞虎咽 陆陈一手掩面 细嚼慢咽 一副食不严的疏源风范 跟徐凤年同时放下筷子 他犹豫了一下 刚才以为你会说些漂亮的言词来安慰我 徐凤年见他还有些剩余饭菜 也不客气 一并搬到眼前 边吃边说 你不是说过 最恨别人骗你吗 不管你信不信 在我眼中啊 你还是那个秀秀气气的女子 不好看 但也难看不到哪里去 当真 徐凤年低头吃饭 点了点头 风暴弥漫了小半个下午 逐渐趋于平静 徐凤年推开窗户望去 天色已经不至于耽误行程 和陆陈走出院子 出了眉头的客栈伙计已经被抬走 也不见客栈方面有任何寻衅报复 徐凤年在街上帮陆陈构置了一顶围帽 策马缓行 兴许是明知终点将至 陆陈言语活泼了几分 也开始乐意主动询问徐凤年一些江湖意识 从吴家九剑破万奇 铺散开了说去 也不存在试探的企图了 临近周城 一道宽度已经不输北梁几条主道 陆陈望向那座庞然大雾一般趴在黄沙上的雄伟城池 心有经济咬着嘴唇痴呆出神 许久往后望去想要看一眼那个男子道别一生也好 只是却已不见他踪影 陆陈笑了笑 看不见人仍是调转马头挥了挥手 在下洛阳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163集 城外离城还有三里路 徐凤年骑马在行人如知的一道上刻意收敛契机 没了海市蜃楼顿时大汉淋漓与常人无异 徐凤年没有着急入城 一路两侧树荫深重 不过应该是有规矩律令使然 贩卖西瓜的瓜农都不敢靠近一道 只是在距离道路20步外搭棚贩卖吆喝 徐凤年翻身下马牵马慢行 看到一个健壮老农 摊钱竖了一块木板 以探笔写就一瓜百文任挑任选 徐凤年看了眼被晒得有黑的瓜农 蹲在地上的后者也投来视线 后者好像见他钱囊不扁 咧嘴笑了笑 这位公子哥挑一个 不好吃不要你一文钱 本想继续向前的徐凤年 停脚打去 嗯 就算好吃 我要偏偏说不好吃 你还收不收钱呢 还是不收 徐凤年松开缰上蹲下去 一堆西瓜无从下手 老伯帮忙挑一个 老农端过一条小板凳给徐凤年 在西瓜上敲弹捧起放下 然后挑了一个个头不小的西瓜 足有七八斤 一拳砸下 手法娴熟 西瓜脆裂 大致对半破开 递给徐凤年 徐凤年掰开西瓜 一边吃一边问 这瓜卖的可不便宜啊 别的地方压价也能压到一斤十文钱 不过我瓜地好 出来的瓜也甜 公子你瞧瞧 我这儿的瓜怎么都有五斤以上 一些大大得有十几斤 其实怎么卖都不算贵 要是眼窝子浅些的客人 只挑个头大的 一个瓜平摊下来 一斤还不到十文 不过要我说 这瓜还是七八斤的最好吃 算是一斤十二三文钱的样子 我家里也有些生财营生 不脱靠这个挣钱发家 而且不想因为这几文钱 跟附近这些只靠卖瓜维持生计的瓜农起了卧槽 人往世上走一遭都不容易 有个温饱就够了 嗯 难怪老哥有骨子精神器材 原来是心宽啊 已是花甲之年 却不见丝毫腐朽疲态的瓜农 自己也抛了个瓜 也不去吃瓜心 从边缘啃起 将好东西留在最后的架势 跟徐凤年的吃法如出一辙 略显小家子气 老农瞅见这一幕 会心微笑 我也读过一些书 不多 说话也喜欢兜搂一些书籍上偷班来的言辞 生怕被公子这般的读书人看清了 嘿嘿 老婆真是骂我的 哈哈哈哈 可不敢 我是真心羡慕读书人 嗯 整天指点江山 治国平天下 好像什么都会做 缺了他们就万万不行 其实什么都做不来 老婆 读书人来卖瓜 卖得过周边的瓜农 公子一篇盖全了 读书人也有文武都不差的厉害角色 春秋期间可是出了不少的儒将啊 读书人有读书人的伙儿 在书上赚取千中所黄金屋后 能为百姓名不平是更好 卖瓜就交由我这样的老家伙来做 井水不犯河水 就都过上好日子了 如公子你 在年轻时候富吉游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老伯这番见识 可谓真知灼见 的确是市井卧虎藏楼 公子听得进去老头子的废话 才是真名师啊 那这个瓜 你五十文 不能再少了 徐凤年吃完了大半西瓜 把从钱囊掏出一粒小碎银 约莫百文钱的分量 交给言谈不俗 也不算太雅的老瓜农 别找我余钱了 就当买了两个瓜 一个送老伯吃了 嘿嘿 谁说读书人卖不来瓜 公子来卖 保准用不了几年功夫 就能去城内 置办一栋不小的宅子 哈哈 老伯这么说 我也实在是吃不下第二个瓜了 小公子说的 等会儿老头我送你一个布袋 拿两个瓜瓜在马背上 到了城里 找一处有井水的客栈冰镇着 捞起来再吃 良心的很呐 徐凤年吃完了瓜 坐在小板凳上 遥望五喉城内风光 兴许是身处绿洲的缘故 沿着异道满目眺望而去 云层厚重 层层扑蝶直直下坠 好似就要压在了城中 极有九天之云下垂的气魄 天地之间只差一线 这一线之中 又以城内一栋翘延建筑 最为扎眼 老农顺着徐凤年的视线望去 那里是雷鸣寺 一进寺门 就可看到两排十八尊 怒目不畏的天王立士 胆子小的 心里有愧 都不敢去烧枪拜佛 死外套就是西河州鼎鼎大名的欢喜全 算是与金刚怒目相对的菩萨低眉 身份显赫的才子家人们都乐意绕丝流浪 欢喜全这些年月发无烟瘴气了 其实没啥好看的 公子如果幸福 还是要去一趟雷鸣寺为好 公子放心 城内大人物不少 不过明着其难霸女的 不好说一个没有 但也屈指可数 公子又是读书人 就更欺负不到你头上 哎 依老伯这么说 可见西河州持节令 不光是治军有法 而且治政有方 是当之无愧的朝廷动量 我说了 做不得准 徐凤年望着真真切切 高耸入云的雷鸣寺 自言自语 嗯 凡人一生求自在 蹲着的老农捧着空瓜 叹了口气 哎 菩萨一场空欢喜啊 两人相视一笑 徐凤年起身后 老瓜农果真挑了两个瓜 装入两个布袋送给他 徐凤年也不推托 坦然收下 马背左右两侧各悬一个 上马后所在马背抱拳告辞 老瓜农一脸笑容 摆摆手 人生萍水相逢 巨又散 经不起推敲 大多都是在不相见 能两不相增 甚至留个好念想 就十分难能可贵了 徐凤年也不去想这一茬 只当遇上了个 有意思的北忙老人 心中所想 还是接下来的武侯城前行 说不定就是一场凶险不下那次拓拔春损的刺杀与狩猎 徐凤年 背剑 背香背瓜 静止前往 武侯城 入武侯城以后 行李之中 要择一个居高临下的处所 观察欢喜全建筑地理 不过久病成一 徐凤年对于刺杀潜伏一事烂书于心 于是只是拣选了一座离欢喜全较远的低矮客栈 入住 跟火街看似随口问过了武侯城内几个游览景点 两天后就是十五 雷鸣寺香火顶盛 外乡士族旅人和手头宽裕的复古都喜欢在初一和十五这两日去雷鸣寺攻养一尊菩萨或点燃或天由一盏长命清莲灯 不过小小一盏灯的工钱最低要百两银子 虔诚信佛的出手动辄黄金几十两 武侯城内就有豪瀚高门为整族点灯三百盏 那才叫一至千斤了 大概是心底瞧不起装束平平的徐凤年 伙计说起这些也是豪气横生 客官 您要是没有几百两银子 就莫要去那雷鸣寺了 那地方不是我们这种平头老百姓能去的 他就差说客官呐 您别打肿脸冲胖子了 徐凤年一笑置之 也说是会掂量着烧像 顺嘴夸了一番武侯城的富裕 说他这个外地人长了见识 这才让伙计脸色好转 当下言语腔调也热络几番 徐凤年领了同钥匙 不忘递给他几粒碎银 劳凡将西瓜吊在竹篮 放入后院的井水中 回头热了好解渴 伙计道了一声 好嘞 提着两只瓜开怀离去 对这名书生愈发顺眼 徐凤年放下了书箱 摘下春秋剑都放在桌上 出门前在窗户和房门缝隙 都粘有两根丝线 不易察觉 推开极端 再将剑台圆满的飞剑招路 盯入乌梁之上 进城后徐凤年脸却一身十之八九的契机 不过百步以内仍可与招路有所牵挂 放心下楼去吃午饭 客栈生意惨淡 也没有几桌时刻 徐凤年要了一壶烧酒 毒饮毒啄 以胎闲事 颇有几分世子的风发意气 武侯城是北莽内赋 风俗开明 对待中原移民也算厚道 比较等级严苛的举子州要宽松许多 北莽八大持节令和十二位大将军中西河州的赫连武威声明相对不鲜 只知是北莽勋贵出身 年少风流多情 不过家世颓败后 竟然不是破罐子破摔 反而浪子回头 戎马二十年 战功卓著 得以光耀门庭 妻子病逝后也未再娶导致西沙无子 不过此人除了带兵不俗以外 庙堂经纬只能算是个倒浆糊的角色 女帝历年的春搜东寿也罕见她的身影 因此八位持节令中 使得这位凤江大吏 最为与势不争 徐凤年返回房间 丝线未断 除了进尸饮水 就只是独处 翻越秘籍刀谱 他此时仍是停顿在杰青丝这个瓶颈上 敦煌城门一战 即将出海访仙山的邓太厄 和天赋贾江湖的洛阳可谓棋逢对手 打得天翻地覆 徐凤年闭眼赶出 事后抚摸剑痕千百道 只觉得一股神意盈满心胸 却摸不着头脑 徐凤年也不急躁 仍是告诫自己 循序渐进 第二天 富吉卑剑游行武侯城 边吃边走 城内军容速整可见断倪 北蒙东县边境上 东锦橘子尔州 显然不如有空必军 打底子的西河州 徐凤年对于这种孰优孰劣 不好断言的不知 也不清楚 是刻意人为不举 还是至于几位持节令 心性和能力有关的 无心之举 正月十五 徐凤年并未追随大流 在清晨拂晓时前去雷鸣寺 而是在正午时分 日头炙烈时 不悲春秋不复香的 离开客栈 雷鸣寺坐落于欢喜泉 南北交汇处 一山而建 主体是一栋 九层重沿楼阁 楼内有比敦煌佛孤 还要巨大的一尊大佛 属于典型的西域硬山 一面泼式 相客稀疏 连起契机的徐凤年 一身汗水 缓缓入寺 徐凤年入寺前便得知 欲燃长命灯 要向雷鸣寺点灯僧人 告知名慧祖籍等 只得遗憾作罢 楼内空旷无人 偶有一阵清风入楼 四楼数千盏青莲长命灯 由低到高 依次微微扶摇 相客不得登楼看佛 寺内僧侣也要在四楼止步 雷鸣寺建四八百年 德道高僧 大多停留在第六第七层 唯有帝王可登至八楼 号称九五至尊的帝王尚且如此 寓意在大佛面前自降一级阶梯 自然至今无人可上九楼 连那有志一统天下的北芒女帝 也不例外 徐凤年拜过大佛 正要转身离楼 去附近一栋藏经楼观景 一瞬心有灵犀 抬头望去 看见了一颗脑袋 探出大佛手掌心 目光直直落在他身上 眼神冷清 徐凤年这一刻 只觉得荒谬不堪 古怪心绪 说不清道不明 这娘们真是胆大包天了 白衣洛阳坐在佛掌之上 弯腰伸出头颅 在和徐凤年对视 徐凤年心想要是黄宝庄那个温婉女子 肯定不敢如此大逆不倒 佛魔一现 想起武侯城外 云层下坠 天地一现的壮阔景致 恍惚间有一丝名物 却溜之而去 没有抓住 不知为何出现在雷鸣寺的洛阳 没有离开佛手 徐凤年也不好上去 两人只得对视 接下来 徐凤年差点憋闷的吐血 白衣洛阳似乎恼火 或徐凤年的胆小如鼠身形飘落时 气急汹涌如江河东流入海 数千盏长命灯 刹那昔命 徐凤年头大如斗 心中赴飞 哎 早孽呀 徐凤年在楼梯口一尊小勘钱 找到几个火折子 点燃以后人如一尾鱿鱼 沿着走廊倒退飘滑一周身形所致 一盏盏长命灯接连点亮 底楼再次白亮如晝 徐凤年急匆匆登楼燃起第二个火折子 退行只为急行不惜火花 有意无意 徐凤年心神清澈如连池 一圈下来再登三楼四楼 母头洛阳身为罪魁祸首毫无愧疚心思 始终不遮掩赤子双眸 斜意留意 徐凤年点燃三千八十九盏长命灯 驻足抬头 凝望作佛 人是万物如楼椅 佛事众生平等 烧香拜佛祈愿 灵士抱佛脚 真能愿有所得 菩萨们会不会不厌其烦呢 徐凤年收回心思自嘲一笑 正要下楼 接下来一幕让他措手不及 白衣女魔头在楼下佛脚前一握拳头 接近四千盏长命灯的灯火被契机牵扯 瞬间离开青色灯座飞略向作佛 离十佛身躯极尺以外悬停 佛身本就涂抹金粉 灯光照应之下 一一声会如大佛真身临时 好一个佛光铺照 洛阳屈指一谈 四千余灯火冲向九层楼顶 在佛头附近炸开流星万点 徐凤年心中气恼 也只得越过围栏 凌空掠过 不断抚袖招摇 能取回几点火星是几点 大袖卷荡 一些火星被丢回青灯灯座 一盏盏长命灯复燃 不过终归利有不待 才点亮青灯七八百落地后 又去小勘前拿起火折子 望向女魔头 后者转身复手望向门外 徐凤年这才放心去点灯 青灯复燃如旧 徐凤年如释重负 缓缓下楼 站在洛阳身侧 他也不废话 开门见山 崇家擅长道陵 春秋战乱时在南唐前王墓 得到一枚竹简 记载了一件几百年的机密 八百年前大秦那位千古一帝 葬身在西州河境内 陆归精通堪于地理 于是两家联手来开幕盗宝 我对秦帝一物没有兴趣 只不过不喜欢崇良这个人 他要做什么 我就偏偏让他做不成 以你天下第四的大神通 杀了崇良不就成了 崇良再厉害 比得过邓太阿和洪敬炎 有这么简单 你这个天底下单枪匹马 杀人最多的大魔头 当年辗转北莽巴州 见人就杀 一鼓作气杀了几千人 杀到北莽地城 被拓拔菩萨阻拦 才算止步 都称得上狮山血海了 怎么 这会儿还客气自牵上了 不过徐凤年 没把这份心思说出口 哎呀 对上牧芒情师薛颂官 就足够拨命了 跟洛阳过不去 自己有十条命 都不够他杀的 徐凤年生平 第一次如此忌惮一个女子 我在这里等了你两天 你可知大秦皇帝的陵墓藏在哪里 哎 要是知道 我早就拿出道去刨坟挖宝了 洛阳走向一栋悬扁 如来如去的高耸藏经阁 徐凤年问洛阳 哎 为何不见雷鸣寺僧侣 哦 你近似前 我躺在佛像首长休息 嫌他们诵经沐鱼功课 刮造 都打杀干净了 徐凤年出楼外 收敛的契机 倾泻而出 大黄庭的海市渗楼气象威额 长山袖口扶摇 只可惜应了那句俗语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在洛阳的压制下 憋得徐凤年不仅收回契机 还有一口鲜血涌到喉咙 这时候 徐凤年看到大雄宝殿那边 有僧人鱼贯而出 黄色袈裟的披挂方式 与中原略有不同 神色安详 遥遥看到自己和洛阳 也仅是当作寻常富贵人家的相克 一些修为稍浅的和尚 不过是多看了几眼白衣洛阳 并未伤心 徐凤年这才知道 女魔头开了个玩笑 拿她当猴子耍 哭笑不得 咽下那口鲜血 洛阳的言语雪上加霜 你这种心智根骨 怎么进入的金刚境界 我看不过是靠着北梁世子的 绅士和英身份结下的机缘 小家子起半点割据兜 白费了邓太阿的馈赠 好难不跟女斗 你肯定拿李承刚跟我做对比 以为我取笑你根骨不行 只是五十不孝百步 但事实上 我不光在一品前三进 金刚 纸玄 天象 都比李承刚更早踏足 哪怕陆地神仙境界 也一样不例外 对对对你武功盖施 明天就打得拓拔不散 抱头鼠窜 后天就能让王先知 打成缩头王吧 第三天就可以视天节如无物 正道飞升跟我儿似的 然后徐凤年就飞入藏经阁 是被洛阳打入 一掌拍在后心 还是蜃楼溃散七八分 一则徐凤年不敢躲 二来也是想揣夺洛阳的实力 苦头之大 只有坐在阁内石板地面上的 徐凤年自己清楚 抹掉渗出嘴角的腥红鲜血 苦中作乐的养剑一柄 喜怒无常的洛阳进阁后 看也不看徐凤年一眼 静止登楼 藏经阁实则是一座六层碑塔 木制阶梯旋转地生 洛阳来到顶楼 举目眺望欢喜全 塔顶墙壁上 撰刻有许多文人 骚客的赏景诗文 因为后来者不讲规矩 刻字重重叠叠 面目全非 徐凤年百无聊赖 四下流览 也没瞧见几首神韵俱佳的诗词 哼 都是些无病身影之流 不过一些小曲残剧 还算趣味上乘 来日见着二姐 也好剽窃去献保了 无意间见到半句 依稀可见的诗词 徐凤年拿手掌抹去 徐凤年站在窗口 略微放开契机 视线逐渐清明 开始去记忆欢喜全府邸 隔世地形 随着移民北移 带来一股南风北进的风潮 庭院建筑沾染春秋风格 无疑是最为直观的现象 曲曲折折 若是不熟地形闯进去 只怕是被宰了 都不知道为何 在下洛阳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 第164集 武侯城整年也遇不上几场大雨 恰巧就给徐凤年撞上了 等到雨停 徐凤年凭借记忆 领着白衣白鞋的洛阳 走在漏像小洞里 徐凤年看了眼女魔头洛阳心想 真不知道人亡寒雕寺 怎么熬过来的 是叫寒生轩 听说擅长越境指权杀天象 也不知真强 对上洛阳博命 有四分胜算吗 拐过了向脚 两人在一座摊子前停下了脚步 徐凤年抬头望去 哎 有卖烧羊肉面的 洛阳率先落座 店铺老板是个肥胖妇人 见这对年轻男女 都有贵迹热络道 两位客官 我家的羊肉可都是 前腿和腰窝子的嫩肉 而且肉味的小量纯正 是传了好几代人的老方子 包装好吃 来两碗宽汤过水的羊肉面 夫人厚道地给足了肉 还撒上了大把的鲜花椒蕊 和青绿香菜末 再递了两根生脆大葱 徐凤年赞不绝口 吃得也利落 洛阳倒是吃得缓慢 徐凤年干脆再要了一碗 吃完结账 碎银太重 铜板太少 略有亏欠 徐凤年本意是多付一些也无妨 不过富人豪爽 只要了铜钱 老板娘放心 离开这之前 我肯定还要再来吃上一顿 好好好 那祝二位早生贵子 到时候我请二位吃 啊 早生贵子 这不是要我命吗 洛阳置若网闻 静止离开铺子 一路悠悠回到客栈 洛阳要了一间上等独院房屋 两人约好 子时相见 徐凤年回到屋子 见到一切安好无恙 就开始碧气凝神 养金莲 期间默默养见 一直到离子时 还有两刻时光 才开始准备欢喜全之行 徐凤年收拾东西 一边琢磨 其实有洛阳随行 倒也不赖 不过 这尊魔头心性叵测 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 好处 则是再坏的境地 我也不至于深陷死地 哪怕是崇神通和崇良一起出手 敌得过天下第四的洛阳 收拾完东西 徐凤年复见春秋配有春雷 来到洛阳所在别院 他正坐在台阶上 仰望满天繁星 武侯城楼高天低 景象异于南方太多 洛阳给了一个眼神 徐凤年月上屋顶一掠而过 洛阳如影随形 徐凤年唤气时 好奇问洛阳 崇良只是排名第四的魔头 为何你说紧在你之后呢 你那个暖房丫鬟 不一样缩头缩尾 只愿意排在末尾 当然都不如你 欢喜全南北皆全贵 有静奴假事巡验 南方尚好 到了全北 几乎三步一哨 暗装多如牛毛 当心些 徐凤年对于军旅夜进和城房布置并不陌生 也亏得洛阳乐意放低身家跟他鬼祟前行 来到崇家府底墙外 徐凤年前选了一处灯笼西书的僻静死角 正要翻越墙头被洛阳一把拉住 他起身后身体在墙头扭曲出一个诡异姿势 健壮徐凤年笑了想 哼原来这城墙上头还有门道啊 他一样画葫芦 墙头上拉有玄灵的纤细银丝 翻墙落地前 余光瞥见洛阳离地 极齿处浮空而停 眼神细虐 徐凤年肚里骂娘一句 顶经一看 唤气止住坠实 身体如壁虎贴在墙壁滑下 这才夺过了层出不穷的玄机 不过也就他可以站在细丝上 而不颤动铃铛风吼 徐凤年自认尚未有这份能耐啊 哎 比起北梁王府外宗内景 关门打狗的做派 崇府还真是谨笑甚微啊 这不明摆着聚敌在先 让人知难而退 恐怕这也是崇家这位过江龙 在别人地盘上刻意摆出的一种低姿态吧 崇府在欢喜全算是一等一的气派 可比起战山为王的北梁府 还是不值一提 徐凤年走得十分轻松惬意 带着白衣魔头绕梁过洞穿廊 不过起先还能感受到洛阳的气息 一刻钟后就感知全无 来到贵客陆归的清雅院子 于是临近几座主要院落 戒严程度 遇事松懈 这也是崇家的自负 徐凤年挂在不应身影的眼下 屋内有明亮灯光 驾驭金履刺出窗纸小孔 看到一名跟陆尘有六分形似的中年男子捧书 阅读 眉与阴霾 还有一名蚂蚁老者相对而作 老者相貌轻取 食指交叉放在桌上 最为醒目处在于嘴唇发紫 分明是常年长土任学导致 屋内蚂蚁老人手边有一盏精巧黄铜灯 他与陆龟都忧心忡忡 并未因有望开启地灵 分一杯羹而欣喜 看来崇家西行 的确是要借用陆家的堪余术 去探究秦帝陵了 不过到了秦帝陵墓这种 人间千古一地的可怕规格 机关术只是小事 气数沾染才是棘手的大事 阴气过重 别收入墓之人往往暂时得宝去暴毙 恐怕还要祸及子孙树袋 那盏铜灯应该就是换气灯 盛放铜子精血 点燃以后屈壁阴晦勇的 唉 三十六盏灯 到底还是少了 占卜 也显示凶多吉少 唉 事出仓促 到哪里去凑足大昭天术的阳灯 哼 崇家莽夫 自施武力 哪里知道这里头的学问 根本不是人力可以匹敌 隔墙有耳 哼 家主 崇家兄弟这份胸襟还是有的 小心使得万年传 大富贵面前 人人小度极长 话已至此 老人也就不再言语 狮指轻柔抚摸雕刻佛像的黄铜灯 他虽出身贫寒 却大有一技之长 自幼跟一位不显生名的佛门大师 学习造佛 老人虽非僧侣 但独具匠心 对佛法深安于心 因此所造佛像极为灵验 广受王侯功臣的追捧 尤其是这盏黄铜灯 乃是他首创之舞 虽然粗看不起眼 细看 眉如星月神韵尽处 可算是蚂蚁老人此生最高的成就 如果不是有他有灯 陆龟恐怕不管如何 和鲸鱼风水也不敢来西河州汤浑水呀 主箭上记载 秦帝当初发动数万民夫截断大江 在浮出水面的山壁上开凿陵墓 封死以后再开闸放江水 民夫和敬亲监工将士 则被御灵铁卫全部坑杀 造学守法之妙 隐藏真相手段之狠 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身为帝王当如此啊 我们要重开秦帝灵 就不得不和池杰令赫连五威勾连 否则如何做得来断将的浩大工程 至于崇家如何说服这倔强老头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也好 少知 八百年前秦帝灵 大秦皇后的黎珠 土珠的白衣洛阳 怎么感觉快要串成一线了 那洛阳是要坏崇家的好事 还是要去成就自己的好事 蚂蚁老人怀揣黄铜佛灯离开别院 陆归挑灯夜读 一套与西河州官府索邀而来的旧版地理制 早已是深夜 仍有客人造访 徐凤年连起契机没有动静 在那对年轻主仆敲门时轻易辨识身份 是崇贵的族兄 崇潭 这位崇家的嫡长子身边 怎么跟着一个中人之姿都称不上的贴身丫鬟 以崇家子弟的底蕴财力 找这么个女子当婢女 嗯 想必事出无常 徐凤年就多瞧几眼 记住了诸多常人不会在意的细节 例如腰间那枚做薰衣去会之用的小香囊 绣有半面琵琶装女子花纹 婢女似乎猶豫是否要跟随主子一同进入屋子 停顿了些许 另有两只狐的重弹 看似大大咧咧 其实心细如法 嘴上嚷嚷着 陆思伯 叨扰了 知道你是老涛 来尝尝小枝舔着脸跟隔壁球来的醉屑 酒是当地土法酿造的黄河蜜子酒 这黄屑跟中原那边的风味不同 到了八九月 可就老得无法下嘴咯 这会儿啊 才是酒勋下嘴的最佳时间 咱们呀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有口福了 说话间拉了一把婢女 也不管别号竞称 陆词部的陆家家主是否允诺 跟他携手进入幽静屋子 一壶酒 一谈醉屑 重谈进入屋子献饱一把 火急火燎 掀开了泥风油脂湖盖 连徐凤年都闻到扑鼻的诱人香味了 哼 这位崇家嫡长子 真是个会享受的主啊 陆龟笑着起身 跨过门槛迎接 崇陆两家是试教 他虽是长辈 只不过陆家在南朝 一直被视作依附崇家大树的枝丫 陆龟更是大将军崇神通的应生虫 被取笑是一名御用文人 不过崇潭速来八面玲珑 陆龟给面子 他也不一味端着高华门第嫡子的架子 入了书房 从婢女手上接过碗碟和酱醋 做起下人的活结 陆龟随手推去桌上书籍 笑于大趣 老涛老涛 贤职是取笑叔叔上了岁数啊 老涛这个说法实在讨打 陆叔叔是南朝首屈一指的时刻 曾做素篇 连皇帝陛下都笑言 陆祠不适我朝当之无愧的清蝉 比起老涛这个名头 清蝉可要雅致很多呀 陆龟不急于下快 低头弯腰 闻了闻盘间醉蟹香气 陶醉其中 又抬头望向女子腰间 嘖嘖称气 盗谷姑娘香囊里新换的以尘香 成了极好佐料 酒香 蟹香 沉香 三香相宜 让陆某人大开眼界 原来盗谷姑娘才算真正清蝉之事 不敢当 是刘盗谷一笑大方了 这女子是重弹的软肋 不用重弹开口 陆龟就邀请女子一起品尝 一厢风情的醉蟹 果真如重弹所说呀 黄河打捞起的下蟹 滋味半点不逊于中原属于贵子秋风的狐蟹 一手酒杯 一手吃蟹饺 陆龟吃得慢 耳津津有味 刘盗谷到酒时 有刀洒在桌面 拿先手缓缓抹去 重弹也不介意这类无伤大雅的细枝末节 望向陆龟笑了笑 陆叔叔 小侄这趟冒昧拜访 也有给鹤林五味烧话的意思 这位持节令肯交出这坛子罪谢 归功于他慕名叔叔你那一手写完 一不自食的狂草 这不才给你带了酒 想让叔叔借着酒劲写福字 持节令说随便写豆芳 他还要猜猜到底是写了啥 你呀 俗人一个 哪里比得清气入骨的盗谷姑娘 哈哈哈哈 不否认不否认 吃过蟹喝过酒 陆龟也写了一幅字 潦草无边 将近二十个字 一气呵成锋芒毕露 重弹性子无赖 忍不得一个字 但是问过了所写内容 是立民之功一二 远胜道德文章八九 激进圣人 这句话显然有吃人嘴短的阿语之嫌 不过路词不书法 功底和清贵身份到底是都摆在那里 这幅字以贬低自己 来抬高身为武夫的西河州持节令 不惜以激进圣人四字去点评 可以说读书读出了拙然学士 重弹送谢酒而来 拿字符离去 都是拿别人人情 做两面讨喜的事情 他和女子跨过房门走向院子 徐凤年没有去打量这对男女的背影 而是直直盯住窗口内 陆龟的神色变化 当看到陆瓷布望向窗口 流露出一抹紧张时 徐凤年便心之不妙 那时候婢女背对自己道酒不慎 以手指而非袖口涂抹 徐凤年就起了疑心 虽然不确定他如何得知自己的行踪 但联系陆龟的异样 重弹十有八九 要去喊人来守望啊 徐凤年可没当一只闷盘醉蟹的兴趣 春秋先发之人 刹那契机浩浩荡荡 如银河道谢 从上往下 不出所料 重弹只是转身旁观 有个粗俗名字的婢女则出手如惊雷 轻轻一抬手 竟然隐约有宗室风度 春秋折了一个角度 极落极挑 撂向刘道武的手臂 他兵来将挡水来涂掩 顺势五指成钩 不退反进 也非敲指剑身 或者硬扛剑锋 而是指尖汇聚如磨刀石 发出摩擦声响 让人耳膜刺疼 春秋剑一瞬颤抖起伏三十下 徐凤年抽剑而还 一阵火星刺剑 徐凤年一剑无法攻城 干脆收剑入鞘 准备尽身厮杀 没了到 女子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 踏出一连串赏心悦目的小碎步 小院无风秀飘摇 双手十指令人心寒 徐凤年大约认出 女子这几招行翼笼爪的手法 当下也不好追究 既然她舍不得春秋剑 徐凤年就碎了她心愿 春秋离手以气驾驭 气焰暴涨 小院顿时剑气纵横 寸寸杀机 婢女落了下风 重谈有有兴致的笑了笑 你这人挺有意思啊 跟我一个德行 不看脸啊 就都是英俊潇洒的公子哥 一看脸 哎呦 喜好小白脸的婆娘们 就都要失望了 难道你是我失落多年的兄弟 哎呀 这位好汉你信啥名甚 哎 要不出来听听 等会儿不小心死了 可就不明不白 太冤枉了 徐凤年出客栈前 换上一张面皮 成了个面目猙獰的求须大汉 跟上一张面皮的儒雅书生形象 大相径庭啊 女子虽说不占优势 却也不是毫无招架之力 女子招式不减 改为挠人脸面 徐凤年懒得恋战 一剑扶摇式气势如虎 崇坛终于脸色微变 踏出一脚 地面被他踩的一大片军力 徐凤年一剑半出复环 身形扶摇而退 越过院落墙头 随后几个吐气呼啰 修饰于营 继续娴熟前行 这也符合刺客的形式风格 一击不成 当退则退 崇坛摇头阻止刘道古的追杀 吹了一声尖锐口哨 整座府邸顿时灯火通明 仆役点灯挂拢 势足披甲持毛 此事择地折服 一切毫无慌乱 可见崇家习惯用治君之法来治家 这家伙估计就是杀崇贵的那个 确实厉害 你脱胎于公主坟独有疏益的血杯手 也没占到便宜 崇贵不死才怪呢 他瞥了眼屋内 嘴角冷笑 哼 看来陆龟逝去当缩头乌龟了 出来做官的读书人哪有不怕死的 自然实力近乎一品 天塌下来又高个儿的扛着 你当我爹和叔叔都是摆设呀 咱们就别操这个心了 他要还敢乱窜 迟早一个死字 别说近一品 就是货真价实的纸玄 那也得肇死不误 那这幅陆龟的草书 崇坛抖了抖磨迹未干的字画 算了 鸡飞狗跳 就不给池杰林大人添堵了 明天再送 崇坛嬉皮笑脸 离开院子 仍有大好心情 黄蟹六枝 喜敬沥水 好盐一惊二 金娇一两 下锅入湖 凉透喽 刘道谷 安静跟在身后 笑而不语 南朝首推名士 然后重农轻伤 不过 陆龟这些个文林自臣 说到底还不是生意人 不过是贩卖肚子里的货物 就能装清高了 我屁 像他这样饱读诗书 并且亲戚书画样样精通的渊博大儒 我一个能打几百个 公子别忘了 自己是差点成为状元郎的读书人 哎哎哎说得起敬可忘了 徐凤年没有拖大继续在重复逗留 在重家后保有分的势力收往前一刻两害相权取其轻翻过墙头到了隔壁府 定睛一看徐凤年无语 这么大的宅子却如此朴素 乔治根本不像是一位持节令的住所 比起邻居 动辄拿紫潭金丝南当山木使的豪舍阔处 就跟家徒四壁的穷酸老农对比家财万贯的富家翁 实在是丢人陷阱 徐凤年心中唏嘘 悄悄行进在持节令府底 这里夜尽稀疏也不是那种暗藏杀机 是真正从头到尾的宽缩 换个角度来说 这儿才像是一个家 而不是一座变相的军营 然后徐凤年在湖边见到了两名故人 一位很故 一位很新 饶势心智坚定的徐凤年 妄想这一对意料不到的人物也有点瞠目结舌呀 很故的那一位他相遇固知白发带刀 至于相对很新的不卖瓜了来持节令府底钓鱼 可惜徐凤年没来得及高兴 当初被他从厅朝廷湖底放出来的老奎就泛魂 两并钉入琵琶鼓的雪亮大道肆意飞舞朝徐凤年飞旋而来 先前重复刘道鼓的血杯手那是女子绣花的手腕 到了老奎这边可就是大泼沫了 一时间持节令内府湖畔风卷云涌 卖瓜老农才要咬耳上钩的鱿鱼 感知到涟漪也就摇尾逃离 徐凤年也不言语解释 暂时势敌已弱 然后骤然发力 搭配野牛群中勿得的鱿鱼士 用偷食而得的狐家拍子拍散一连串凌厉刀士 在猛然跃起一迹仙人斧顶 把史中蓄力三分的白发老奎给砸入地面 老奎屈膝站在坑里不怒烦喜 一张老脸眉开眼笑 老到成精的人物了自然知道轻重 不宜朗生做豪迈状 只是嘖嘖道 好一个世子殿下 没出刀就有老夫两三分火候了 楚爷爷谬赞 老奎跳出泥坑 一把搂过徐凤年的脖子 哈哈哈哈 哪里哪里啊 你小子出息大发了 老夫算你半个师傅 看着也舒坦 被晾在一边的钓鱼翁神态自若 都没妄想这边 很识趣却不合理 白发老奎藏不住画 拉着徐凤年坐在湖边 唉 这老头啊 就是西河的持节令 叫贺连五位 跟老夫一样 都是公主分的客亲 不过咱俩路数不同 他偏文 我偏我 明摆着我更厉害一些 知道你小子心眼多 度长弯来拐去不爽量 老夫就不卖关子了 你听着就是 信不信由你啊 当年徐霄啊 带着二十几万兵马 杀到这边 贺连五位武艺不精 行兵布阵的本事 也马虎 差点啊 给头姓楚的肥猪给宰了 是徐霄放了他一马 相当于啊 有过救命之恩 就算贺连老头知道你的身份 也不会给你穿小鞋 大可以在这边 吃好喝好睡好 不过附上丫鬟女币 姿色一般 打到上了年纪 你要是实在憋坏了 洗灯以后啊 将就着也还能凑合 至于老夫为何跑去 跟建九皇打架 被关在湖底 不铁吧 不是啥光彩的事 而老夫怎么成了 公主坟的客亲 有规矩 不能说 有什么不能说的 不就是你这色培美眼力见 这边见着了公主坟的姑娘 垂涎人家的美臀如满月 结果没能霸王硬上弓 反倒给一个婆姨硬生生打趴下 沦为阶下之球 可轻易说 也是你没脸没臊自封的 空主坟的客行 三百年才出了六个 前五个都死了 第六个坐在你身边 你瞎掰扯个啥 死要面子活受罪 要不是琵琶鼓定入双刀 被迫弃剑炼刀 你在剑道歧途上走上十辈子 都没当下的武学成就 老奎流露出一抹恍惚 盘膝而坐 网向湖面 真是个好姑娘啊 现在你再去看上他一眼 要是还能说这种话 我就负心 都一大把年纪 是快入土的老头老狱 不用见了 留个当年的好念想就行 不理会二人斗嘴 徐凤年站起身 指晚辈礼 毕恭毕敬作依 徐凤年 见过赫连持节令 在下洛阳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 第165集 赫连五威将鱼竿搁在一边 不用客套 城外相逢 你我言语投机脾气相近 能做忘年交才好 你若仍然放不开 你我殊职相称即可 赫连子 以前没见过你对谁家后生 这般好说话呀 咋的 因为这小子是徐霄的长子 你要为投敌叛国扑路啊 放你娘的臭皮 有白衣踏胡而来 徐凤年头大如斗 不过当他看到身边两位老人的做派 就直坠云雾 完全摸不着头脑 仅在几人之下的堂堂 北莽西河州持节令 拍了拍衣袖 从小竹凳上站起 双手迭覆 摆出恭迎贵客的模样 老奎虽说有些不情不悦 仍是屈膝跪地 双手称帝 公主坟罪奴参见大念头 公主坟是位列北莽前五的顶尖宗门 神秘异常 八百年传承与外界几乎从不沾染英国 徐凤年在听朝阁秘卷上也只知道公主坟内有大念头小念头之别 各有势力划分 红鼠亲手调教出来的敦煌飞仙舞便起始于公主坟的彩衣飞生图 是典型小念头一脉的沉淀说过 徐凤年打死都没想到魔头洛阳竟然是公主坟大念头 洛阳驾临以后气氛诡诀 他弯腰捡起贺怜无微的钓鱼竿 换了鱼饵挥干入户 身为公主坟客卿的卖瓜老农恭敬却也不畏惧 坐回凳子转头笑了笑 凤年 我问你 公主坟何为公主坟呢 徐凤年摇头不知 公主坟乃是当年大清开国皇帝心爱幼女的坟营 妇女同葬 同龄不同许 后世公主分女子都是守灵人 大清皇后陵墓确实在龙腰洲 赫连五微扭头望了一眼洛阳 这才轻笑出声 这就是一些上不得桌面的帝王恭维密文了 你想听 方才在隔壁府邸那边 不小心成了刺杀陆四部和崇家长公子的刺客 闻到了薄薄密质的黄河醉蟹 要是用来下酒 赫连五微踢得老魁一脚 仅剩几坛的醉蟹都给你这老不休的家伙偷藏起来 去去去拿来 老魁挠挠满头白发轰然气身 带起双刀铁链的哗啦啦作响 没多久捧了几只坛子反身 一一丢给赫连五微和徐凤年 不过后者那一坛飞着半空就给白衣女子捡径抢了去 撕掉油纸风坛 也不撕泄 只是仰头 宝田天物的灌酒 三个大老爷们 一个位高权重的持节令 一个莫名其妙的北梁世子 一个行走江湖的刀客 就这么跟婆娘般说起了李家长王家短十分没品掉价 我听长辈提起过 秦帝姓仪的女子给善渡的大秦皇后休杀 只因皇帝私下带那女子在离山撂望台说了寡人一统天下 终于可以爱美人不爱江山了 这么一句情话 不知怎么就入了皇后的耳朵 第二天女子就被纠杀 而那女子才怀上龙胎 这让秦帝暴怒 不顾群臣反对 下秘址不准皇后死后同学而葬 后来大秦皇后抑郁而死 秦帝似乎心有愧疚 将那颗立珠赐给陪他一起打下江山的皇后 让他嫌诸入关 然后就给洛阳抢去了 老魁笑容古怪 赫连武威停顿了一下 像知道答案你自己问去 徐凤年破罐子破摔扭头看向洛阳 喂你怎么成了公主坟的大念头 洛阳直视湖面 静等于而上钩 冷冷轻轻答复 你找死啊 徐凤年尴尬笑了笑 老魁一脸幸灾乐祸 落井下石 小子 你真给男人丢脸 洛阳甩干而起 鱼沟上无鱼 他钓起的是一整座湖水 好大一汪水啊 如此一来连老魁都静若憨颤 洛阳抛肝入湖起身离去 依旧是神龙剑手不见尾的高人风范 这位大念头什么都好 就是脾气 老池杰令也为继续说明 当作留白余味 他换了一个话题 崇家几年前就在离黄河稍远 够有千里土地 这次借口改换河道 表面意思是要让崇家平田做良田 我若不是公主坟的客卿 也就被他蒙蔽了去 崇神通许诺五年内有二十万斤铁器 运入西河州 廉价卖给控比军 这对我来说 实在是不得不去死死咬住的鱼儿 家丑也不怕外扬 魔头崇良是公主坟小念头的拼头 不光如此 这次结合道领 也藏有洪敬炎的身影 此人心机深沉 野心之大 整个北莽江湖 估计都填不满他的胃口 大念头当初能够吞猪 便是他存了让大念头养猪的凶恶心思 好在天底下就没有算无一策的人 洪敬炎算漏了大念头的境界攀升 朱叔师非但没有取走大念头的境界 反而落败 差点这走火入魔 嗯 怎么听上去 洪敬炎比拓跋菩萨还要可怕 哼可不是 拓跋菩萨跟徐潇是一路人 就算输给他们也心服口服 洪敬炎则不同 性子很是英质 不可不放 此人前段时日与捧盘同仁 一同去了趟梁芒边境 明面上是跟陈之暴战了一场 内力如何 天晓得 徐凤年望向渐渐平静如静的湖面 感到一种风雨欲来的窒息 小子 你可知道两禅寺龙树僧人到了道德宗 在那座天门前坐了三日三夜 真是可怜 被麒麟真人打了三天 啊 老祝师死了 还没 佛陀金刚身 确实了得 不过估计也扛不下多久时分了 这场到手对阵佛陀 我看老和尚比较学 徐凤年心知肚明 看似到手杀佛头 其实就是道教灭佛门了 见过了老和尚的菩萨迪美 接下来也不知道能否见到白衣僧人的金刚怒目啊 彼此沉默一阵后谈话继续 没了洛阳在场 三个男人都是粗人 稍有引经据点的高谈阔论 经过交谈 徐凤年才知道 在老池杰令心里 对徐霄六名义子 原来还有这样的评价 老池杰令竟认为陈之豹是当之无愧的帅才 稍选的两位将才中 也怪我当初年幼 错过了春秋时期那些举国大战 对于楚胖子 只记得他那张笑眯眯白嫩嫩的肥脸 臃肿到几乎见不到眼睛和脖子 实在难以想象 他领兵宪政杀敌的画面 不过 今日听贺连五位的赞语 想必楚庐山要真反了 似乎比原祖宗暗中拉拢陈之豹 还要来的后患无穷啊 贺连五位喝了口酒 满脸红光 肌肤褶皱如松文 愈发像个老农 听说过 已经个得天独厚的门阀 公子练武 最称练成高手 还真没听过 有藩王嫡子成就大吉后 这小子运气好啊 有贱九皇和李纯刚 这样的领路师父 老夫要是打小就一座廷朝阁 保准十八岁之前就入一柄 再有高人指点 三十岁之前 绝对达到指全境界 你要是来做北梁世子 早偷胎十八回了 是运气好 道教有说 人自受胎时算起 男子的先天禀父以八为准 七八五十六岁之后 就已经生气全无了 只留后天渔气强称 所以富贵老者 年迈再姓黄老 去求修道长生往往成为奢望 也仅是稍微延年易受 练武却十八岁前筑机练体极为重要 十六岁前要是还没有下苦功夫 想成为高手 跟做梦差不多 我小时候 自己倒是也有成为顶尖剑士 或者一流刀客的想法 不过耽误了 后来归功于尚武当山 被王长教灌输大黄亭 后边的境界盘生才能一日千里 说到底啊 靠自己的很少 靠家事的战夺 嗯 我不爱听这种话 我是过来人知道其中的艰辛 还是有些任性的 这个老夫还真不好意思否认 不过说去泼凉水的话 你这辈子呀 是追不上大念头这些怪物了 就你屁话最多 武功这东西 说到底还是练了再说 这跟建九皇一个德行 贺怜伯伯 那这次是否答应结疆 让秦帝陵浮出水面重现天日呢 原先老头我不打算摇耳 后来大念头来到府上 就变了主意 谁是蝉 螳螂 黄雀 弹弓 就看各自天命了 贺怜伯伯 治君治正两世 我都要跟你学学 能学到几分皮毛 试几分 你不藏着掖着 我膝下无子也无女 好不容易攒下点墨水学问 总不能都带进棺材 事先说好啊 你要真心想取经 还要跟我一起走走看看 书上东西 我知道的少 也不乐意教你 你们这些当官的和将要当官的 一刻没得清醒比习武还无趣 一老一小相视一笑 跟老奎说军政不是对牛弹琴是什么呀 喝酒之余 徐凤年在心中默默算计 公主坟一分为二 大念头洛阳听上去除了客亲和灵补规 再无其他可供驱使的势力 而且是这位持节令不好陷入太深 隔岸观火 即便有实质性的支援 也不可能明目张胆 调动兵墙马状的空壁军 好在有白发老魁 楚黄奴不出意外回亲身社区 小念头那边 与崇良有所勾结 应该对开启地灵仪式 起码会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甚至极有可能 就是想摆脱八百年守灵人身份的枷锁 崇禄两家不用多说 连跟赫连五位一个集数上的全臣 崇申通都清零西河州 清朝出动的门阀势力 注定惊人 这之外 会不会有趋力而至闻心而来的杂乱山头 尚未明了 但板上钉钉会有 而且不容小觑 我则是被洛阳强行捆绑到一根线上 出力多少 得看局面的险峻程度 按照我的本意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浑水不汤才稳妥 我这么一个从小 在听朝阁爬上爬下的家伙 对于秘籍和宝握实在提不起兴趣 浑水摸鱼 那也得摸鱼的人喜欢吃鱼才会使劲啊 真是一场乱局 徐凤年皱着眉头慢慢喝酒 赫连五位瞥了一眼 笑意老辣而完美 相逢故人 徐凤年便在持节令府上住下 这些天他也跟贺连五位走了很多地方 除了军机大事没有掺和 其他不管是涉及民生的大事 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有旁观 甚至一些军政批文 老持节令都不介意徐凤年翻阅 五天奔波下来 徐凤年对西河州轮廓有了个粗略认知 这日两人总算忙中偷闲 小事其实都是北莽在慢慢堆积军令 嗯 剑为支柱 不错不错 别板着个脸啊 持节令递过去半个西瓜浅谈孝道 其实一个朝廷哪怕是春秋中亡了国的那几个也肯定有许多高瞻远瞩的聪明人 不过是否可以上达天厅使得龙颜大悦让那些包含志向或是野心的条令律法顺利往下实行才是难处正节所在 你们黎阳王朝董梁北出尤其是由张巨鹿居中调动妙算先天就高人一筹 说心里话 我这个军武出身的西河州池节令 每次想起都跟你现在这个样子游行冲冲 论战力军被十二位大将军的假释不弱 但比起北梁军就算拓跋菩萨也没脸说自己天下无敌 好在北莽支持而后勇 吃过大苦头 才知道南边的汉子也不都是手无腹肌之力的读书人 会有徐霄和顾建堂这般杀人不眨眼的徒子 这些年北莽终归是在慢慢变强 咱们这边啊我这老头思来想去就有一点觉得很遗憾 凤年你猜得到吗 很多逃亡北莽的春秋世子有资格为持节令或是大将军出谋划策 但还是少了一位可作帝师的超一流谋士 你小子别忙着笑北莽不是没有只是还没走到台前而已 嗯编织珠网的李密碧 这条老狗害人本是天下第一 治国差了十万八千里 也就是李老头自知之明 没瞎古的朝政 否则我非要跟他拼命 不是他能是谁啊 是齐剑岳府的府主 消失快二年了 中年时被女帝陛下轻视 一气之下就彻底消失 我猜去了你们黎阳 至于做什么可就无从得知了 估计连咱们陛下都不清楚 我不信这种人会悄无声息死在南边 哦 听我师父李一山说过 这家伙下棋很有实力 差一点就算是能跟黄龙氏旗鼓相当 哎呀 我这辈子见多了智大才输的人物 唯独这个齐剑岳府的当家心大才大 其父要一生落子百万次的修行法门 你可知那家要落子多少 总不可能到千万吧 那还不得生下来就守在棋盘前下棋呀 这种棋师也不会有大出息吧 我师父就常说棋盘上下棋只是死棋 下棋下成一流国手也没什么了不起 跟做人是两码事 哈哈哈哈 你小子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那家伙下棋盘数棘手 屈指可数 估摸着落子怎么都不到七八千 嗯 满打满算不到一百盘 堂堂齐剑岳府的棋府府主 怎么跟下一盘棋就跟赌命一般 你可知这人最后一局棋是怎么个下方 他输给黄三甲后闭关钻研 棋义大成时跟老府主对弈 一场生死局 谁输谁死 两人府主都是大狠人哪 你就求着这种人没能活着回到北蒙吧 否则到时候你万一世袭网替成为北梁王 这家伙如果还活着 有的你受罪 嗯 明儿就去雷鸣寺 咒死这老头 哈哈哈哈 那记得连我一块答死 我 那只要上了年纪就跟我骂李密币是鸡仔一样 头那样看得开呀 徐凤年咬了口西瓜 想到了比起赫连五威还要年轻一些的徐霄和师父李一山 哎 你见过了本周正事 有些话也好跟你直说了 别的将军和持节令 我不好说 就我赫连五威而言 我从不收望麾下将领 治下官吏 个个是圣人 贪钱无妨 别太多 自转声望的迂腐清官在我看来不如中宝四囊之余 却可以造福一方的能力 不越雷池过底线 我自认很好说话 过了 那对不住 王冠你是老头我的亲戚还是兴父 该杀的杀 该抄家的抄家 绝不柔软 这叫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如何识人是一难呢 如何用人又是一难 如何让人才各得其用 更是难上加难 是大学问啊 圣贤书籍上学不来 因为读书人爱惜名声 没胆量去写那些城府腹黑的处事学问 而且大多数熟生也没本事写出 你去数一数你们黎昂王朝的状元 除了张巨露能有几个做上了一二品大官 反倒是那些普通静止更能走上去 徐凤年按了一声默默记在心中 那位辅助年轻时候有一篇九问 问苍天 问厚土 问鬼神 问帝王 问佛道 问美人 问前生 问来世 哎 还少了一问呢 哈哈 说是九问其实只有八问 估计是那家伙代替咱们这些有疑惑的笨蛋 问上自己一问了 那老头果然心机深沉 不行 我得马上去雷鸣寺 说话间有口渴的客人走上前来 徐凤年连忙起身 口若悬河帮着老持节令卖起西过来 客人不知跟他讨价还价的年轻人是谁 更不知道 那老农会是本周的迟于节令 在下洛阳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166集 西河州突然要结江更换河道 势必牵扯到黄河下流各方势力的利益 好在贺连五威恩威病逝 一方面给予受损的豪狠家族不少补偿 让其子弟都得以进入做梦都不敢想的 碰碧军 在这吃节令威望摆在那没人敢当出头鸟 加上蓝江改道也只是绕出个长度20里的半圆 还称不上伤筋动骨 一时间西河州仍是风平浪静 老百姓们该如何过日子还是怎么过 只是晚西持节令下令结江附近不许经营买卖 有空必军负责都工巡查 否则还能多出一笔横财 徐凤年跟贺连五威来到头十节江处 这次盗取不见天日近千年的秦帝陵墓 各方势力盘根交错都见不得光彩 贺连五威做的是开门一道的凶险买卖 不说其他过江龙一个大将军崇神通就够喝一壶了 所以老持节令也不敢拖大 一切都交由心腹统帅的空必军 徐凤年看到有一批儒式装束的男女在高台上从中调度 大多面容枯皎 毫无文士风流可言 哎 那些人是墨家子弟 贺连五威点头一笑 也不细说自家的家底 徐凤年换回了文士的圣根面皮 跟着贺连五威在阎河岸上缓刑 前段时日遭逢一场罕见暴雨 结江初始此时功效尚不明显 河水水面仍是高出往年许多 水势汹涌激荡浑浊不堪 江流奔腾生如急雷让人望而生为 徐凤年将春秋春雷都留在府上 双手空无一物 蹲在岸边巨石上水气扑面而来 两耳闻声鼓掌 气急流转无形中受大河牵引 较之平时也要迅猛数倍 赫连五威投掷了一块石子入河 连水花都不见 年轻时经常在雨后入河游泳偏偏喜欢逆流而上 现在可游不动了 几个扑腾估计就要给冲走 年老以后起了兴致 真要下水的话只会挑平缓河段不服老也得老啊 徐凤年正要说话间看到一行锦衣华服富贵逼人的人物 缓缓走近 有说有笑为首一名勾搭男子 简简单单的抬手投足 极有指点江山的气魄 男子身后还有几张半生不熟的面 口陆归陆陈这对假性妇女重谈和婢女流道骨 除了陆陈 其余都是一面之缘 徐凤年原本担心 陆陈见着自己后会露馅 不曾想他瞧也不瞧他一眼 徐凤年蹲着没有起身赫连武威瞥了一眼 怜起契机 那位便是崇大将军跟北满黄帐很有交情 做人比带兵厉害 可惜他弟弟崇良今天没来 崇神通见到赫连武威大笑着快步走近抱了保全 哈哈哈哈 见过赫连老将军 赫连武威一巴掌拍在徐凤年脑袋上 不成器的东西还不起身给崇将军行礼 徐凤年一脸无奈起身作义弯腰幅度微不可查 赫连武威一副怒气不争的表情叹了口气 嘿哎让崇将军见笑了 这个远方亲戚家的晚辈晚利不懂规矩 自以为读了几箩筐圣人书籍就目中无人 你是考上了状元还是当上了宰相了啊 只知坐井观天不成气候远都不说就说眼前这位崇将军的长子崇潭 比你年长没有几岁就已经是实打实的锦郎都尉 涨精兵三千元更是差点就成了本朝第一位状元郎 比起你那些臭不可闻的无病身影文章好上百倍 崇神通看到这位相貌不俗的后生欲言又止 但也称不上有好脸色 对于赫连五威的远方亲戚一说 崇大将军也不奇怪 赫连姓氏在西河州是大姓 赫连五威本身便是官宦出身 只不过家族中落才投身军武 几十年戎马生涯也一直没有落下诗书 对于读书人也很有好感 若是破洛家族里出了一个有望金榜提名的后辈 设身处地换作崇神通也一样会寄予厚望 于是崇神通笑颜安慰 哈哈老将军切莫高看我那犬子 也就是须掌了赫连小之几岁 三千兵马算什么 等我在朝堂上一名惊人 连三万铁骑都嫌少 你那些纸上谈兵算个屁 徐凤年躲过软绵绵一脚 干脆眼不见耳不听背对众人 像是在外人面前给长辈看清 有些撑不住颜面脸皮 崇神通看到赫连五位瞪眼珠子粗脖子的场景 很有趣 做了个合适老说了几句 类似年少存质是好事的客套话 然后两位北蒙军中的中流砥柱 便撇开众人 沿岸走去 所说所图自然是结江断流以后 接下来的凿山入木 两人都是貌似爽快的老狐狸 少不得一番勾心斗角 大体上何西精锐控币军负责结江 以及驱逐清洗掉那些敢于靠近秦帝陵墓的江湖闲散 崇家承诺带给控币军大量价格极低的优质铁矿 老持杰令清心寡欲在北莽八位封疆大力中口碑首屈一指 崇神通也不信赫连五威会垂涎灵木财宝而起杀心 要是换成武力游在重粮之上的慕容宝顶 崇神通万万不敢与虎谋皮 一场密谈相谈甚欢 骤然间崇神通和赫连五威 凝神聚气如临大敌 一条白红踏河而来追溯源头 向上游奔走 白红锁过河面 披波斩浪 河水直直 暴涨一仗 凶猛派击两万 白红前冲远方 有十几宛如彩蝶的翩翩衣裳 从天而降 似乎要挡在白红去路 那些彩衣如壁画飞仙 绣长打树杖 况且每一只长袖都牵扯有一抹云雾之气 愈发灵动如天人下凡 崇潭瞪大眼睛 看着那些飘飘忽的装神弄鬼女子 这不是跟叔叔崇良一起去公主坟的孤魂野鬼 八百年的才艺们吗 果然跟崇良的描述如出一辙 是公主坟独有的彩衣 擅长双袖飞生舞 据说相互借势之下 一袖之威可挡神佛 公主坟作为守灵人 这次坚守自盗本该是万无一失 可眼下这是什么情况 就在这时一阵佛唱低吟入耳 徐凤年听出是大势至菩萨心咒 如红白衣终于略坐停顿 悬在河水上几尺之处探臂一手结印 是一位身披白色袈裟的僧人 面对十八彩衣三十六秀等最后一次结尾 脚下黄河起异象 如佛咒名号刹那大势之 白衣僧人身后河面猛然断裂 一半河水去者不留来者硬生生停下轰然拔高十数丈如一条月水黄龙在空中划出一道圆弧 随着僧人单臂手印所指铺天之后自然便是盖地铺向十八位牵引天上云气的曼尿彩衣 黄龙先行白衣后制出场画面极美的彩衣眨眼便连同天上云气一同被冲散的七零八路 十八位女子有坠入河间有跌落岸上更有被黄龙冲撞出去几十丈之远狼狈至极再无半点掀起可言 白衣僧人不理睬那些有唐臂党居之贤的女子继续沿江而去 白衣僧人要去那座有麒麟真人坐镇的道德宗最简单的路线也就是沿江而走 白衣僧人李当心 嗯不愧是曾经让北蒙第一人都无可奈何的金刚不败 崇坛转头对女币刘道谷轻声打趣 你们公主坟的飞生秀也太不堪一击了些 就这点金粮也想跟大念头洛阳叫板 婢女一笑置之拿手指点了点远方 十八位采一阻挡无果又横空出示一名身材高大的人物隔得太远分辨不清男女 当此人摊开双臂竟是怪诞至极的四手之相 当这尊怪胎抬手举臂十八位落败采一 如同牵线傀儡被尽数扯到空中 是你们小念头 我叔叔跟他扯上关系 这口味太重了 是我公主坟一尊供奉有三百年的活死物 奉劝公子还是不要走进亲眼见到否则会睡不着觉 除了具有四手 他生有琵琶对爆像前后两张脸孔 一面地藏悲悯香 一面欢喜香 可怕可怕 江上白衣僧人见到这尊会物 终于动怒 金刚怒目 我佛如来 你这孽障 还不自永生往虚空中去第四丈九尺 一掌托起 天上云层下垂 无数道金光透过白云缝隙射落天地间 佛光万丈 然后白衣僧人双手一瞬结三印 分别是法轮 性业 催罪 眨眼过后长虹远世 只留下一句话 平僧从道德宗归来 再将你彻底打入轮回 那尊阴雾蜷缩缩一团 继而舒展如旧 只是十八位彩衣傀儡 已经悉数毁坏 阴雾站直后 僵硬扭了扭脖子 然后直奔徐凤年袭来 徐凤年目瞪口呆 我操老子惹你了 那头阴晦之物 以欢喜向那一面世人 一张清丽面容 看似女子欢愉 面皮以后骨子里却给人一股 死气沉沉的阴冷气息 毫无喜庆可言 尤其这头存活三百年的怪胎 生有四臂 飞略大河时 四只是六只 遥遥白白 偏又穿一袭 广袖托叶的珠红袍子 更显得古怪恐怖 哎呀 刚才跟贺连五位精心演戏 好不容易骗过了 重神通这只老狐狸 假如被莫名其妙的 鹦鹉逼出原形 大打出手 别说重神通 傻子也要起义呀 更何况当下手无寸体 既无春秋剑 也无春雷刀 鹦鹉虽然被大金刚进了 李当心三硬击败 可老子哪有这份功力啊 徐凤年四处张望 可惜没瞧见 同为白衣的大魔头 洛阳也没有看到 重神通有出手的迹象 倒是瞥见 重弹着归儿子 眼神促下 一副乐见其成的模样 跟徐凤年插纳对视 重弹都懒得掩饰 显然 吃定了徐凤年 要被鹦鹉一口吞掉 不屑跟将死之人隐藏心计 到底还是老持杰令宅心人后啊 踏出一步挡在徐凤年身前 应该是想赌重神通 为了道灵大进 汇去拦截那只鹰鹉 不曾想重神通定力卓绝 眯眼不语 只是袖手旁观 面对这场飞来狠火 徐凤年心中叹息一声 哎 总不能让武力平平的老持杰令受罪吧 徐凤年一脚踏出 越过赫连武威身体 内敛契机 外泄五六分 却以声势滚走如雷 公主坟豢扬的鹦鹉尽在咫尺 那戒鲜艳如血的大袍子一转 欢喜相便做地藏悲悯相 四手如牢笼照下徐凤年头颅 徐凤年双脚一拧 空手坐扶摇式 兴山徐凤年裹歇河边大水 宛如青龙疾水 跟那鹦鹉初次短兵交接 红袍鹦鹉其中两臂被扶摇弹开 仍有两臂勾住双剑 所幸未曾深可见骨 不敢轻力俱敌的徐凤年 瞬间被鹦鹉扯起 往后抛向黄河汹涌水面 徐凤年屈膝蹲在江面上 一掌拍击流水 把对岸掠剧 鹦鹉直直坠迹 身形迅猛远远胜过倒退的徐凤年 离江面仅有两丈距离 鹦鹉那件燕鹉红的刺目的袍子发出几声 近乎悄不可闻的扑扑通透声响 但他仍然四手沾黏徐凤年头颅和双手 正要发力撕扯时 徐凤年望着那张极尺外的欢喜面孔 全身砌沉 带着鹦鹉炒浑浊河水中下坠 如何那一瞬 除去刚才金吕周禄双剑 也不管这是否露出蛛丝马迹 其余十柄飞剑一起出凶 不光如此 大黄亭海市蜃楼护体 再者一样画葫芦 上次洛阳在敦煌城门处的骑水千剑 臭水作剑 剑气滚龙壁 涌向那头面目可憎至极的鹦鹉 除此之外 还有仙人府顶配合狐家拍子 不管不顾对着鹦鹉就是一顿乱拍 好在是几近河底的隐蔽处 要是在陆地 这种好似泼皮跟汉府憨战的下场手法 实在是丢人谢谢 那鹦鹉明显挨了好几记 是可摧杯的府邸 一人一怪彻底溜走于河底 几座临巡暗交都给两者 或折断或撞碎 眼如共攻撞山 大概是徐凤年手段层出不穷 那怪物脑子又算不上灵光 一时间竟然被徐凤年掌握主动 没有振脱之外 徐凤年受伤不重 河水污浊 徐凤年也看不清是欢喜相还是悲悯相 有大黄亭修为和大金刚体魄之称 一气第一气气气登昆仑循 循环不息 此番出手打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岸上众人神情各异 但不约而同 都沿着岸边往下游奔跑 赫连五位脸色铁青 瞪了一眼重神通 心中琢磨着 这小子可别无缘无故的死在黄河里头了 想想还真有点舍不得 光潜这小子身份敏感 一旦死在这儿 万一须缺自施行风发作 当真以为北梁铁骑就没胆量一路踩踏到西河州了 虽说将军马上得军功 也就要有将军死马背的觉悟 可要是有朝一日能跟顾剑堂冰封相像倒是无妨 可跟有活命之恩的人杀成敌对 算是怎么回事 赫连五位本就是偏向大念头的公主坟克青 也不怕跟小念头那一脉撕破脸皮 敢在老子眼前行凶 真当空必军形同虚设 远处有十几持节令亲为锐骑游业待命 当鹰雾骤然出手伤人便急持向赫连五位 老人沉声发好势力 去结江台调动一千精锐空必军前来助阵 局外人重谈事不关急高高挂急 还能看一场好戏 奔跑时还有心情跟女婢打情骂俏 这家伙原来是真人不落相啊 看上去柔柔弱弱的白面书生 竟然能硬碰硬扛下那会晤的习纱 换成我的话也轻松不了几分 事先说好啊 你可不能对他一见钟情啊 婢女流道鼓下意识摸了摸腰间香囊有些无奈 公子说笑了 路此步才是彻彻底底的书生啊 干脆不去凑这个热闹远离是非之地 崇神通惹不起 赫连五威也一样 路晨想要跟上队伍时被他轻声喝住 路晨背对附近 剪头颤抖 痴痴望向偶游水花建起树杖的瑰丽和面 心中白感焦急 吝啬到连真实姓名都不曾告诉我的你 就这样死了吗 十八句牵线玩物般的傀儡采一再度战起四面八方腾空 采一长袖缥缈 傻是好看 再冲入河中 水下徐凤年要么以开蜀式开江河要么以十二非箭杰青寺 总之怎么不让阴雾近身怎么来 亚乡本领都一并使出 反正在众人不见真实情形的水底大可以苦中作乐 阴雾杀人手腕尚未流露 不过受了几十飞剑传射春次根本不见颓势气息浓郁的红袍 始终在徐凤年四周三丈内围绕游走 阴魂不散 想复古之巨好景不长 当十八彩一纷纷入水如雷炸下徐凤年就开始狼狈不堪了采一女子皆是不知疼痛的死 没有所谓的致命上 每一缕长袖便是一柄长剑 一次就给击中胸口 一座暗胶被徐凤年后背连根撞断 这一场围猎让徐凤年也开始音质起来 满腔力气 狠下心硬吃一袖 右手扯住袖子往身前一拉 左手一记仙人斧顶将那名彩衣从头到脚都给拍得稀巴烂 失去屏障的屋主彩衣上浮水面 这一抹艳丽在河面稍纵及时匆匆消失于滚滚东流水 阴雾耐心很好 四只手果然不是白掌的 牵引胜于彩衣入水 一击不中便出水伺机而动 让徐凤年疲于应付 突然压力骤然减轻 同时失去红袍和彩衣的气机 即便在水底掠游 徐凤年耳中仍是传来格外震颤耳膜的轰鸣声 徐凤年心中大骂一声 是跌水 之前跟贺连五位游览黄河时 他说有一处壮丽观景点 两岸巨石陡峭 河口收缩竖起 如女子鲜细腰枝 万军河水聚拢一股 坠入马蹄状的峡谷河槽 飞流直下三千尺 足可以让赏锦游人心神摇曳 可问题关键在于 现在哪来的心思观赏啊 徐凤年心知极有可能 下一刻就是诸红双面阴雾的暴杀 凝神摒弃 果不其然 水爹巨湖口 徐凤年被惯性冲出大水柱 有一瞬悬空凝滞 水雾升腾中 徐凤年脚下大湖中河水喧沸 而那阴雾只在烧地空中 十七彩衣同时出秀 徐凤年荡开小半 还是被石鱼长袖绕住头颅四肢 这等手法一旦得逞 比较无马分尸可还要酷烈百倍啊 身陷死地 徐凤年身体不坠落 反拔垢 替内契机流转如江河入海 一窍冲一窍 一脉冠一脉 两只手掌怦然一击 做僧人双手合十行礼状 随着这一河时一整条未为壮观的瀑布竟然随之一顿 千百年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水在这一日这一时逆流而上 河水出现百年不遇的断层 徐凤年身后翘壁露出真面目惊世骇俗 一整面九龙壁九龙争宁争夺一颗硕大珠子栩栩如胜 滔滔河水冲刷近千年龙壁依然不见丝毫模糊 当年雕工之深刻玄妙简直匪夷所思 紧要关头猪袍阴雾流露出一抹正正诗神 既然阴雾大大方方露出破绽 徐凤年立马双手合十只为蓄力 掌心贴掌心手掌猛人拉开 照理来说契机之气自古旋之又旋 向来可冥想而不可见 这是常理 但在眉心泛出一抹紫印的徐凤年手心 却凝聚成形出现一道肉眼清晰可见的紫气 紫气东来 紫钟殆尽 紫气一气如油龙贯穿十七彩艺 阴雾眼睁睁看着公主坟耗费无数物力精心打造的傀儡被炸毁 他死死盯住那一抹炫目紫金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角 好似老涛见着了人间美味垂涎三尺 采医依次纷纷坠毁在脚下云雾弥漫的河槽 打了一个旋便再也不见踪迹 朱红阴灰魔物张大嘴巴腹部一缩急速一吸 徐凤年来不及牵引自己也不曾预料到的紫气回体 就看到只剩出十三分之一粗细的紫金给阴雾吸入嘴中 眼眸浸染的紫气森森 那张欢喜相欲发诡诀阴寒 他塞帮鼓动一番咀嚼 下一瞬便略至强弩之末的徐凤年身前 四手同时砸在胸膛 徐凤年的海市蜃楼立即溃散如大楼轰然倒塌 此时才明确知道阴雾的手段是如何辛辣沉重 他不但知道势敌已弱一点点耗取对手的精气神还知道在恰当地点恰当时分给出致命一击 一击之危没有开膛破度却也让徐凤年断线风筝般飘向身后叼有九龙抢猪的巨浮石笔 头顶略坐停顿的河水覆而清晰而下徐凤年正要竭尽全力跟这头魔物一命换一命 眼角余光看到白衣飘来 一手按在阴雾悲悯向脸面上推向九龙石壁跟徐凤年擦肩而过时轻轻一掌退出 两人和朱红阴雾一起略向龙臂 白衣一掌摁住那颗雕刻做黎珠模样的珠子将其陷入龙臂几寸 一扇大山壁哗啦一下迅猛倒转三人被旋转墙壁砸入壁内 壁外江河依旧奔流不息 壁内别有洞天 在下洛阳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167集 龙臂翻转便是另外一个天地了 不过却不是那珠宝遍地的琳琅满目而是满目漆黑 徐凤年一个亮枪过后定睛忘却大致看出是一条杖鱼宽廊岛 地灵自有皇家气派该有的规格 离木学宜门还有一段距离这段行程注定危机四伏没有阴阳家 或是机关大使保驾护航莽撞入跟自杀无疑谁打头阵谁找死 哼反正我不走前途徐凤年正想着跟白衣魔头商量商量 是不是将那双面四手的魔物丢进狼道探路 说不了这欠男人调教的婆娘二话不说一脚将猪袍鹦鹉踢入其中 一手拎住徐凤年一并丢入 既能看到两虎相斗还能试探机密 真是一举两得呀 徐凤年才付匪骂娘一句 那头智慧之物就探毙搏杀而来 仗于宽度施展不开灵活身形 徐凤年只得一边提防狼道隐秘 一边跟他贴身肉搏 大概是他也没了藏桌的欲望 出手远较河底来得迅猛狠辣 一记抬息就撞向徐凤年的命根子 徐凤年一手按下鹦鹉膝盖 由着这头孽障双手左右拍在耳阔附近 加上他剩余双手推在胸口 徐凤年只能是悲命一拳轰在他心脏中 双方几乎同时狠狠撞向墙壁 不忘各自踹上一脚 又不约而同借反弹势头 给予对方更独辣的一击 徐凤年一指弹中鹦鹉眉心 继而又是沉闷的撞击墙壁 两者如同皮球反复弹乐 在尺寸之地傻己尽献 鹦鹉猪袍翻滚如一只红符 专门朝徐凤年当不下手 撩阴上了引头 徐凤年一身湿漉漉青山 以被气机蒸发干燥 赏赐了他几次弹纸都记在眉心上 你来我往前一刻徐凤年被他进身 双手握住脖子 立马还以颜色 抬肘砸中他下巴 兴许后一刻就是两者额头皆是对撞 徐凤年几次顾不得准头都或拳或掌打在他胸口 一路打去 饶是有大黄亭傍身 徐凤年也鼻青脸肿 满身血污 不知何种秘书饲养出来的鹦鹉 却伤势轻微 这让徐凤年很是憋屈 这他娘的是做陪本买卖啊 徐凤年和鹦鹉打了半里路 也没见触碰什么隐蔽机关 要是跟这种阴晦怪胎同学而死 徐凤年估计真要死不瞑目 白衣洛阳悠哉悠哉跟在后头 突然皱眉 河山 徐凤年对风水堪于掠动一二 立即脸色巨变 河山就是简单的字面意思 两山合并注定要架死其中活物 洛阳才说完二字 没有徐凤年意料中与剑出孔的狼道 眨眼间并拢 他和鹦鹉不得不同仇敌开 手臂摊开挡住一臂 以秦帝灵铸造者的缜密心机 一定是入狼以后就已然出发 但避免给盗灵者反身的机会 直到狼道中断未知才开始河山 进不得退不得 河龙之势迅雷不及掩耳 徐凤年奇迹勃发 鹦鹉也是知晓轻重 两位仇家都没敢在这种时候 互穿小鞋卯足了劲往外推去 一座灵物建于地面 河山尚且简单的 如秦帝灵这样早必建于河底 所牵涉到的学问实在是超乎想象 不幸中的万幸 河山没有和死 被徐凤年和鹦鹉联手 巨力支撑出缝隙 便缩回原处 徐凤年松了口气 闲庭进步的洛阳冷冷出声 不想死就赶紧向前换 唉 站着说话不腰疼 徐凤年刚嘀咕完 河山又止 徐凤年身必咬牙坚持 危机过后 鹦鹉一脚踩在地面 廊刀地板不知是什么实质 一踏而下竟然只踩出一个几寸深的小坑 徐凤年见他无功而返 僵硬扭了扭脖子 不知是在懊恼还是迷惑 徐凤年想笑却笑不出来 我这鹦鹉的脑袋瓜 真他娘的灵光啊 竟然想出了挖坑躲藏的法子 若是地势硬度寻常 他们三人大可以在地下开道向前啊 但是秦帝灵都师显然已经料到 这一点 这让徐凤年把那个八百年前的王八蛋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一遍 河山间隔越来越短 徐凤年的换气机会也就越来越小 但仍不见有临近尽头的迹象 双臂逐渐酸麻 墓内本就空气浑浊 阴气深重 徐凤年不知挡下了几次 河山出现了炼刀有成以后久违的两眼发花 比阴雾还要冷血的魔头洛阳总算说了句良心话 你安心前冲 欲见探底 换我来 徐凤年咬牙长奔 同时那并唯一箭胎圆满的周路急略出销 这一段路程度日如年了 当徐凤年来到开阔处眼界火然开朗大片白光刺目 徐凤年抬起手臂遮掩 眯起眼终于见到一扇古朴铜门 转刻有密密麻麻的名闻 愣神以后等阴雾也略出狼道 徐凤年才记起洛阳还在里头肯定是在举步维艰 瞥了一眼虎视眈眈的阴雾骂了一句滚开 徐凤年反身进入狼道 撑开两山千军重力一次次撞中断撞在手臂上 正当徐凤年两眼发红支撑不住时 一袭白衣行至眼前一眼将看踢出狼道 精疲力竭的徐凤年坐在地上 洛阳神情平静 但嘴角渗出血丝 轻轻擦拭 举目望向洞内亮如白昼中的那一扇铜门 身后 河山河的彻底 徐凤年起身后拿一柄飞剑试了时 竟然插入不得分好 八百年前的大清帝国 难怪可以一统天下 李一山曾说当今堪称锻炼极致的北梁刀 正是脱胎于一种大秦制式配道 连大多数杀伤力惊人的良弩也不例外 只不过大秦帝国如彗星崛起又如彗星陨落 史学家都好似故作无事 始料稀缺 只知道秦帝暴毙后竟是整座帝国随之殉葬天下四分五裂如露逃散出龙 徐凤年靠着石壁不禁感慨万千 唉如果能活下去 那么困扰后人近千年的谜团 兴许就要揭开一些石破天惊的隐秘 阴雾站在明暗交界处一线之隔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踏出一步 光线所及 他的脚面顿时剧烈灼烧 臭味刺鼻 他似乎丧失痛绝 不去理睬将近烧灼成炭的可怜脚背 又陷入沉思 啊 河山之后是雷池吗 徐凤年苦笑一声 蹲在阴阳界线上 抬头张望 穹顶镶嵌绵延如璀璨星空的珠子 熠熠生辉 左右两面石壁和地面上 贴满琉璃打磨而成的小镜面 交织出一栋灰光 细一看 那些珠子竟然隐隐流动 如同四季星象斗转星移 徐凤年内心震撼 这些珠子如何能保存数百年之久 须知有人老珠黄一说 珍珠之流过了年术就会理所当然的泛黄变质才对啊 洛阳站在徐凤年身边安静不语 洛阳伸出一只手在空中迅速转折勾换就如同在抽丝剥茧 他皱了皱眉头应该是没有得出想要的答案冷淡的问徐凤年 你懂星象运转学过点国老星宗还有树敏青的周天秘质以及路红的二十八秀可以试着推演推演 您就只会用嘴树算研花 徐凤年忍住才没有白眼 蹲在地上拿一柄飞溅青梅在地上刻画 时不时抬头墨迹群星流转 骑士浅显入门不难 可久而久之 犹如石阶登山欲罚艰辛 推演至晦涩死劫 徐凤年就瞧着线条杂乱的地面发呆出身 这门伙计其实要是交给号称心酸官子无敌的二姐徐卫雄来做 不说信守年来也好过徐凤年这么死马当活马一样 洛阳看了几眼见徐凤年没个头绪就不抱希望抬头凝望那片白昼光辉 片刻以后洛阳说道 木内竟是紫棋 你大约还可以活两个时辰 徐凤年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摇了摇头 唉那时辰时来不及给我两三天时间才能有粗略的眉目 哼只会些旁门左道的雕虫小技 哎还不是你死活要进入陵墓 姐姐 急吧 你难道有十三饼 徐凤年没了脾气 欲见十二一字排开悬浮在洛阳身前 洛阳屈指一弹 飞覆亮光中一闪而逝 一剑回另一剑入 十二饼飞剑前赴后继 飞剑不停循环眼花缭乱 洛阳好像自言自语 桌子一磕都不能毁坏 毁了阵法光芒炸开没有死角可以躲避 小鹰手当其冲你也熬不过其顺 我便是能火也注定打了开那山通门 带你入陵是要借你的命去开启大门 小鹰这鹰鹉还有如此挺诗情画意的称号 徐凤年很快醒悟跳脚鸡炎 洛阳你给老子说明白了什么叫拿我的命去开门 借这命借了还能还啊 你身具紫荆之旗既是小鹰最好的补品也是钥匙 如果是重神通一伙人来到陵墓 死的就是一名南唐宗亲遗孤 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死在雷池里好了 要是崇家没能进来千百年以后后人看到你我两句尸骨 指不定会被当作殉情的男女啊 洛阳置若网闻弹剑如弹琴 徐凤年看着他聚精会神遇见往返的模样 是黄宝庄是魔头洛阳 这一刻混淆不清 懒得计较这些的徐凤年叹气一声 转头看到鹰雾那张悲悯像脸孔 无可奈何道 啊都快死了 来给爷换张喜庆的 本以为会是牛头不对马嘴 不曾想鹰雾红袍一悬果真拿欢喜相面朝徐凤年 徐凤年黑了一声 黑再换悲悯欢喜 嗯再换 朱红大袍子旋转如同绕花蝶 徐凤年玩的不亦乐乎 好像阴雾也很开心 洛阳没有理睬一活人一阴雾的嬉戏 孜孜不倦弹剑百千 当太厄一剑以一个诡诀姿势倾斜玄庭 洞内光芒骤然黯然 徐凤年心中大惊 原来满是心灰竟是一线造酒 经过琉璃静面自次折射 才让洞内亮如白昼 哎洛阳的抽丝剥剑眼界真是天象范畴 手法则无疑是止玄境的巅峰啊 果然是个魔头 徐凤年心头浮现一抹阴霾 阴雾也停下动静 洛阳一挥袖除去太厄剑 其余十一柄飞剑都还给徐凤年 他来到转客无数谷体小转的同门前 阴闻阳闻两阴各占一半 徐凤年走到门前伸手触及自言自语 是大秦帝国左术长的两封书 一封王书一封霸书 各自阐述王霸之道 只不过后世只存有一些残篇断章 听朝阁就只存有三百余字字字朱击 你认得两书内容 嗨我被李衣衫逼着学过大秦小传 回北梁以后师父若是知道我背诵下完整的王霸双书 还不得开心坏了 保管会跟我多要半斤绿一酒 哼 洛阳沉默不语 那头四臂阴雾没了雷池近骨 摇摇晃晃 在门外悠悠逛的 徐凤年虽然几乎过目不忘 但为了加深记忆边读边背双书 事后闭上眼睛默念一遍 牢记于心 做完这一切 回头看了一眼白衣魔头 见他毫无动静 嘶哑问洛阳 你还不动手 不是要借命开门吗 记得还我啊 我只知道要黄青宗是遗孤血液做钥匙 具体如何开启同门并不清楚 我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敢闯进秦帝林 天命恩赐之物不取反罪 徐凤年知道靠不住他 独自摸索同门之密 半闪过后 洛阳轻描淡写丢下一句话 你的内柄飞剑还能挡下一柱镶时间 洞顶星空已经全部逆转 机关已经触发 到时候我就杀了你 泼洒鲜血在同门上 唉我真是倒了八辈子没才遇上你 彼此彼此 唉哼我认识说话不够脑子 你呢千万别上心啊 死到临头还不肯说几句真心话 你这辈子活得也太遭罪了 你们黎阳王朝的藩王世子都这么个凄惨活法 嗯徐凤年不再搭理洛阳 神情冷峻望向同门 也亏得有李一山当年的智学严苛呀 徐凤年对大秦这种谷体小传并不陌生 加上上次游历江南道听过那一场曲水流伤谈王吧 可以说后事争鸣大多烂伤于眼前双数 不论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 都可以相互应证 徐凤年记起白狐脸 开启听朝阁底楼的法子 咬牙亡命一搏 跃身而起 拿手指划破掌心 鲜血之流 在两扇同门上共济拍下 拎出九字 杨武阴死 安静了片刻 同门窥然不懂 徐凤年无须转头都知道太阿一剑在空中颤颤巍巍 这九字属于他推测出来不合文章大意的错字 要是有一次错误就得把小命交代在这儿了 洛阳显而异见心情不佳 不过仍不忘耻笑这位北梁世子 再多放几斤写试试看 别小气 徐凤年二话不说 划开另一面掌心 正要放血入槽 两扇同门 吱压作响 在两人震惊视线中 缓缓露出异想 左手王书杨自印同门 洪亮如蓄日动盛 右边霸数英文同门 轻会如无星无月夜幕 两书六千字开始推移转换位置 如水串流 两扇三人高的同门最终变换缩小成等人高的两件物品 以洛阳的心性和见闻都是一脸完美惊讶 足可见呈现在他们眼前的物件是何等 诡异珍惜一件鲜红龙甲 一件藏青色芒头 红叶落火龙退甲 轻松枯怪 莽张牙 左龙右蛇对峙了整整八百年 红甲归我 念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轻甲归你 没问题 回头我送徐骁去 这套将军甲 微风大了 洛阳平白无故得了火龙甲 不拿也不穿上 让鹦鹉穿上 绰号小鹰的他似乎忌惮公主坟大念头的手腕 无须发话 只是一个凌冽眼神就主动披上这套古怪甲咒 说是披甲 其实鹰鹿一笔才触及龙甲 红甲便如灵犀火雾水涌上 鹰鹿身躯 继而好似凝结成兵将其笼罩甲内 只不过龙甲散发质阳气息与鹰鹿天生相克 火焰缭绕灼烧的厉害 连不知疼痛的鹰鹉都发出了一阵尖锐怪叫 四壁拼命去试图撕下红甲 洛阳冷眼旁观 还是徐凤年生怕这鹰鹉跟珍贵龙甲同归于尽 小心翼翼伸手一探 大概是龙甲本身受他鲜血恩惠 羊火猛然一息 鹰鹉这才安静下 徐凤年才试探性缩回手指 火焰便剧烈燃烧就像一座火炉 徐凤年搭上火甲火炉才停下 如此反复验证了几次 徐凤年确定这一具火甲果真听命于自己 犹豫了一下 没有让鹰鹉活活烧死在甲内 先替他拨下红甲 徐凤年这才穿上那件青蟒袍 甲州看似厚重 穿上身材之轻盈如雨 冰凉沁人心脾舒泰 闭上眼睛便能清晰感受到一股玄妙契机 流转 只听说过滴血燕亲 还真没听说过滴血刃甲的 洛阳伸手触及火龙甲 他披上以后火焰比较阴霧披甲还来的旺盛 火焰如红龙长达仗鱼 盘旋飞舞热浪扑面 徐凤年看着就觉得疼 不过洛阳神情平静 徐凤年不得不佩服这女魔头的雄魂内力啊 同门消失以后 眼界自然打开 一条道路露出在他们眼前 永人家道 兵戈相向 一眼望去道路没有尽头 洛阳先行 徐凤年跟阴雾随后 紧就道路两旁的兵马俑数到三百多个后才见尽头 九级台阶之上摆有一张龙椅坐有一句枯白尸海 这一位便是历史上唯一一位一统天下的大秦皇帝 台阶九级 每一级上都有双手主舰武士 下七级皆是实质勇人 唯独第八级上左右两句青铜甲内是真人事故 徐凤年对皇帝没有什么好感 不过面对这位大秦皇帝徐凤年还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触 一声声叹息回神后 见到洪甲洛阳步步登上台阶 走到龙椅附近 一袖将那句极有可能是大秦皇帝的尸海给拍飞头骨 看得徐凤年一阵毛骨悚然 哇 你就算是天下第一魔头 好歹对古人也有点敬畏之心呐 被你编尸的那一位可是大秦天子啊 背对徐凤年和鹰雾的白衣女子眼神阴沉 盯住膝盖上的一枚镇国虎符 可见大秦皇帝便是死也要在阴间手掌天下劝 洛阳弯腰抓起虎符 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一缕金丝 穿孔而记挂在腰间 随着他做出这个动作 两具披甲将军尸骨动作僵硬的拔出巨剑转身跪败 八百年前的机关傀儡与河山雷池一样至今仍有功用莫家的本事尾时是鬼斧神功啊 徐凤年望向洛阳腰间悬挂的虎符巴掌大小有些烟红洛阳居高临下看穿心思冷笑出声 只要沾染一点紫禁器就可以开同门不算稀罕 可这枚镇国八百年来还真就只有我一人可以碰而不死 你要不信你拿去试试看 嗯大可不必 洛阳低头看了眼气韵游存的镇国虎符 又看了眼失去头颅的大秦皇帝 哈哈大笑 既想高兴又想悲痛 怎么有种历经千辛万苦后阴谋得逞的都妇的感觉 你他娘的又不是当初不得同学而葬的大秦皇后 高兴个屁啊 洛阳拎住尸骨丢下台阶 在徐凤年脚下摔成粉碎 他坐在龙椅上深呼吸一口 双色眼眸熠熠生辉 一手握住镇国虎符 缓缓吐出两个字 天下 洛阳闭上眼睛嘴角翘起 徐凤年看着高坐龙椅的白衣女子比起初见洛阳入敦皇城 还要陌生 在下洛阳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168集 陵墓里头虽然阴气森森 却也不至于有窒息感 阴雾自然而然如鱼得水 大口吸气吐气极少欢喜相愈发欢喜悲悯向更加庄严 而洛阳坐在龙椅上双手扣龙椅闭目养神 徐凤年左右观望 秦帝陵内的宝物肯定不会只有两件龙甲蟒袍 加上一枚镇谷虎幅和两具不同于斧甲的乌甲 相信还有一些上规模的玩意才是 徐凤年穿过人勇阵行是一个庞大的车骑方阵 跨门踏入左室 一座兵库映入眼亮 青铜器绣技斑斑 徐凤年握住一柄几头 擦去绣斑凝神注视 哼 果然 大秦将兵器成至 工艺水平已经高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境界 徐凤年放下几头抓起一枚箭足 几乎与北梁如出一辙 相对窄兽 足风已经有穿透力极强的菱形和三棱形式 说来可笑 春秋乱战中如南唐诸国 竟然仍然使用八百年前便已淘汰的双翼组 挺步更是远不如北梁来的长度事宜 导致中物浅薄 徐凤年将手上族风藏入袖打算拿回去给师傅李一山瞧一瞧 再拎起一把青铜短剑 拇指杜在顿化的锋刃上轻轻摸索出现了相对稳当的金像组织 并书上是为大秦冶炼金锡合同气如云烟 徐凤年抬头放眼望去有古代西蜀会有神秘屠服的柳叶短剑有唐月之地的虚行月 西南仪的丁字镯北方草原上的整体套装咒和杂鸡兵器 种类繁多称得上海纳百川 这的确是一个庞大帝国才能有的气候 传来一阵沉闷撞击地面的声音 徐凤年转头看去 洛阳腰间挂刘金虎符身后跟着两尊乌甲傀儡 那些寻常大秦冥剑放在今天已经不合时宜 不过有极柄短剑材质取自天外飞时 跟李承刚的木马牛相似 你要是不嫌累可以顺手搬走 徐凤年顺着洛阳手臂锁指方向 果然找到了三只大秦特有的黑漆古式剑侠 推侠关键据是剑气凛然 撕下袍子做绳带将三剑并入一只剑侠绑在背上 还有便是宝库 其中金沙堆积成山 你要是有移山倒海的本事 不妨一试 搬不动也不留给北芒 出陵墓前我都要毁掉 你不会拦我吧 洛阳不置可否 徐凤年前往右手宝库 师爷所及据是金黄灿灿 徐凤年转身突然问洛阳 重路两家还进得来吗 我倒是希望他们进得来 到时候你能让他们都出不去 洛阳一只手把玩着那只镇国虎符 徐凤年眼角余光 瞥见他被虎符渲染的满手金灰 无数金丝营绕手臂 然后渗入消失 徐凤年假装没有看到 我们所见的秦帝陵墓 就是全貌了 底下还有三层 一层是杂乱裤藏 一层百官 一层是支撑整座陵墓的浮阵 下一层不用看 空观才没看到 最底层去了 你我倒是自寻死路 哦 那我去下一层瞧瞧 你稍等片刻 嗯 该走了 嗯 你找到去路了 这是你的分内室 那那头鹦鹉呢 可别跟我们捣乱啊 洛阳没有作答 对宝库毫无留恋 重新来到主墓 凝望那些与帝王陪葬的人有 徐凤年坐在台阶上思考退路 按理说 秦帝林绝无安排出口的可能性 同门卸成假恶 洛阳玉回押阵的太阿 光线炸开 雷池便已是轰然倒塌 与河山连成一片 只怕我们都没有这份开山的能耐 来时廊道的材质坚硬远胜金石 一点点抛出个归路 这种问法子为了活命倒也不是不行 只是要跑到黄河峭壁 也要不知牛年马月 徐凤年入陵墓以后 不记得是第几次叹息 低头观望身上那件青蟒袍 这下剑侠抽出一柄短剑划了几下 不见丝毫痕迹剑锋与青甲接触 并无火星四溅的场景 青甲满如知晓以柔克刚的通灵活物 下线些许 等剑锋退却才瞬间复原 不过寻找重建天日的路途 这种事情跟开启同门差不多 得靠灵溪移动 徐凤年表现的很平静祥和 一点都不急躁 好在洛阳也不催促 像是一个远行返乡的游子 一寸土一寸地看遍家乡 至于那头鹦鹉 只顾着精吞灵木积散 近乎千年的浓郁晦气滋养身躯 徐凤年瞧着就渗人 如果这时候跟他打上一架 必死无疑 果然还是五福境界 实打实步步踢升 跟三教圣人不同 挤不出多少水分 一镜之差就是天壤之别 至于寒雕寺之流 擅长跃进杀人的怪胎 不可以偿理论 徐凤年就这样 呆呆坐在台阶上 因祸得福 太阿剑在雷池中 一番淬炼 剑胎出城 洛阳坐在比徐凤年 更高一级的台阶上 刘金胡福 已经不复起初光彩流逸 徐凤年内心震撼 诶 纳琪还有西纳契运一说 这镇国虎福分明是大秦帝国的残留技术 一般练技师如何有胆量这么玩 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撑死了 你是在拿火龙甲抗衡虎福蕴藏的技术影响 你倒是没有想象中那么蠢 哼 过奖过奖 你是不是很好奇 我为何要急于在陆地神仙禁忌之前 去吉北冰原跟拓拔菩萨一战 体内那颗黎珠本就被我孕育的 趋于成熟圆满 再往下就要成为一颗老黄珠 洪敬炎这才出手 不过他高估了自己 低估了我 敦煌城内 黎珠被邓太阿击碎 我本来不长久的命就更短了 本来跟拓拔菩萨一战过后 不论输赢我都会死 想要续命几年 就得靠几样千载难逢的东西 手上正国虎福 是其中一种 也是最有弊意的一件 五年 我还能多活五年 五年还是不太够啊 然后洛阳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言语 每一次都是如此 少了十年 他不给徐凤年深思的机会 手指了指远处的阴墓 他叫丹英 是公主焚尽八代人精心饲养的傀儡 吃了许多道教真人和佛门高僧的心肝 至于江湖武夫的血肉更是不计其数 他倒是可以活得很久 你羡慕 生不如死 有什么值得好羡慕的 生死势大 可儒家也有舍身取义说 我没这觉悟 不过还真觉得有许多事情 的的确确比死来的可怕 我师父曾说过 修道只修得长生 就算旁门左道 修佛只修成佛 一样是执念 有道理 你总提及这个李一山 在我看来 比那个李成刚更像高人 我师父和杨皮球老头 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不好对比的 你也就是没见过李老建神 才会对他这么大意见 真见识过了 我觉得你会跟那邋遢老头 相见恨晚呢 不说这个了 我问你 你就 不想当皇帝 嗯 做不来 确实 你没这本事 说的也是 哦 对了 我想起一个朋友说过女子化分 多乐乐不如重乐乐 说出来给你听听 那家伙啊 吃过很多苦头 虽说大多是自作多情 不过说出来的道理很有意思 他说最讨厌三种娘们 一种是兰花表 那是相当的空谷幽兰啊 往往是大宗高门里 飘出来的仙子女侠 走路都不带烟火气 搞得是人都以为 他们不用拉屎放屁 第二种叫做白花表 出身小门小户 杀手仅是梨花待雨 楚楚可怜 往往姿色中等 看似性情婉约 可一旦耍起心计啊 都能让男人几年几十年 回不过神 第三种 称作女壮士表 大的咧咧 一副老娘就是出口成脏 就喜欢打人 就是不喜欢身材苗条 就是喜欢跟男人做兄弟 琴棋书画女红阴纸都滚一边去的豪迈气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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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第一种 还是单独算第四种 魔头表 哈哈哈哈 言重了 洛阳一笑置之 他站起身 哼 走了 徐凤年一头雾水 女魔头扯了扯嘴角 我记起了归路 出去了还得和你去跟拓巴菩萨较劲的 得了便宜还卖乖 要不是你还有些用处 早就死得不能再死 徐凤年笑了笑 帮好剑侠 还有心情用北梁枪唱惹一句 哼 哎呀 世间最远途是那欲行欲言离乡路哦 阴雾丹英虽然恋恋不舍灵雾 不过还算知晓轻重 跟着洛阳和徐凤年走向所谓的归路 黄河倒流时水面向后层叠褶皱 水势格外凶寒 所有人都看在眼中 连贺连武威都不相信是徐凤年的作为 只当是阴雾在河底 为非作歹 凶向毕露 老池杰令急奔至那座蛮腰虎口 默默站在石崖边 眼神黯然 大水猛跌骨口 掏声乍响 以至于一千尾随而来的空壁军马蹄声 都被掩盖 水务打湿一山 没过多久 贺连武威就一斤湿透 为首十几奇将来到老将军身边 下马后也不敢言语 贺连武威收回视线 转头看了一眼虫神通 两只巨师在官场沙场 熏陶几十年的狐狸 相视一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 贺连武威是气急而笑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狐狸 鹰雾出手 毫无征兆 空壁军要怪罪 也要怪到公主坟那边 与崇家无关 宫门修行 谁不是笑面相向 秀丽藏刀 不落井下石就是天大的厚道 你贺连老头要是敢迁怒于崇禄两家 我兄弟而人 也不是软世子 可以任你拿捏 两人各怀心思 贺连武威苦等不及 只得带领空壁军返回 崇神通等了更久时分 遇上删除鬼没的弟弟崇良也一同返回 山河龙竟然再有机关术去开山 走过不再凶险的廊道 龙臂翻转 白衣红甲洛阳 轻甲徐凤年 阴雾单英 一起随龙臂掠出河臂掠入河槽 徐凤年一掌贴在洛阳后心偏左 一柄金履剑彻底穿透女子心 白衣坠河时转瞳瞇眼笑 暮色中轻衣轻甲的年轻男子盘西坐在跌数成女子满腰形状的牙畔上 眼底河曹几起大片紫烟 他身后站着双向四臂的阴雾单英 谁能知道这两位满肚子坏水的货色在短暂的擒地灵之行 几乎没有言语交流就形成了攻守同盟 毛头开始一致对象摩头洛阳 毕竟洛阳在常态时可以轻松碾压两位 谁要与洛阳站在一边除了与虎谋皮还能有什么好下场呢 徐凤年入龄前就想杀洛阳 当时单独走出廊道 赴返还 那不是徐凤年菩萨心肠 只不过那时候 即便洛阳死在河山之中 他也要实诚实死在灵墓里 不划算 之后他和鹦鹉玩换脸游戏看似无聊 但哪怕仅是简单的视线交换竟有了将心比心的意味 后头因物吸纳污秽死气 别看徐凤年一副胆战心惊的表情 心底其实乐得他吸取的一干二净 洛阳开山时龙臂翻转 才是一击堪称徐凤年这辈子最为精妙的一招无礼手 洛阳目中无人 开山之际始终在拿洪甲的红龙之气抗拒虎福气运的冲击 须知洪甲到底还是认主之物啊 这个主子是徐凤年 而非洛阳 洛阳可以借用 但徐凤年执意收回后果将会如何呢 在灵幕中徐凤年戏弄穿上火龙甲后遭受火焰灼烧的阴谷丹英 就已经得到部分硬证 当龙臂旋转洛阳率先冲出 那一瞬间 阴雾吐出体内积蓄如虹的晦气 牵制住洛阳身形 尽量消弭这尊大魔头 原本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钢琴 徐凤年同时以御剑术驾驭红甲 如同神怪小说中的仙人定身术将洛阳牢牢定在空中 只是刹那便足以刹那一剑穿心刹那手掌贴致大皇庭轻力刹那流转四百里在洛阳体内炸开力求炸烂其心脏 如果徐凤年试探时洛阳没有坚持将他带往极北之地对阵拓拔菩萨 又是一场九死一生的涉险 如果徐凤年没有步入金刚境界 如果他已经晋升陆地神仙 如果阴雾丹英无法配合默契 如果只是少了任何一个如果 那一剑就根本不会递出 徐凤年有青蟒袍护身 水雾不得靠近 手中握有一柄沾血的飞溅金驴 百思不得其解 他坠河时笑什么 笑他聪明是近乎举世无敌 却在阴沟里翻船 还是笑自己肝肠歹毒 更胜富人心 徐凤年对着河水轻轻出声 最远途是离乡路 已经说给你听 但路再远我也不怕 我怕的是回不去北凉 我很怕死在北凉以外 被有剑侠三柄剑的徐凤年伸了个懒腰 轮到咱们两个拼命了 阴雾以悲悯向面朝徐凤年 莫不作声 没有任何要出手的迹象 这倒是奇怪了在徐凤年问阴雾 我大致猜得到你第一次出手是贪图我积攒的大黄亭和残留的佛陀精血 以及本身紫黄器 这会儿你我胜负三七开 你七我三 不过我逃走的机会也不小 但是以你的贪嘴不想生吞了我吗 万一得逞修为暴障 大念头洛阳已死 小念头估计也很难再去禁锢你 天高地远 你就以小长生之身逍遥天地间 换作我啊 早做这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喽 阴雾模仿徐凤年坐在崖畔 双手脱腮凝望远方 剩余双手 食指交叉叠在腹部 悲悯如地藏菩萨连众生 哼 反正你不主动杀我 我也不会跟你过一不去 井水不犯河水 是顶好不过了 阴雾轻轻望向徐凤年 做了一个伸手捞物的手势 徐凤年擦拭金履飞剑上的鲜血 对于阴雾略带嘲讽的临摹动作 有些出神 正正出神的徐凤年 和一直发呆的阴雾单英 不与儿童暮然转头 只见白发老魁出现在身后 丢过一只书香 披了眼公主坟头号阴雾 面无表情 东西给你带来了 其他事情爷爷我也懒得问 总觉得你小子不该死在这里 赫连老头的本意是要言和向下 找你一碗不见踪影 就由我呀带着这些遗物去北梁 也算对徐霄马马虎虎有份交代 你不问大念头去哪里了 我这身上轻假是何物 不问丹英为何没有跟我搏杀 哪来那么多狗屁问题啊 老子撑死也就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刀奴 赫连五威才是公主坟的大客琴 要问也是他火烧屁股带骑兵去追你 老夫跟那老头交情不俗 跟你小子关系也不错 反正哪边都不骗他 等天亮以后老夫再回城 以后你小子自求多福 逢得寸进是向着爷爷给你当保镖 咱们香火情啊 还好没到那份上 谢过楚爷爷 别破破妈妈 快滚 装有三柄古剑的漆黑剑侠不大 放入书香 跟春秋春雷一并放好 持节令府邸确实已经不合适再去 只要让赫连五威知道 自己没有死在黄河中就已经足够 至于重陆两家的即将盗墓 徐凤年不愿去插手 能否找到龙臂 事成事败 就看崇神通是否对得起姓名中神通 这两个字 秦帝陵中火龙甲和镇国虎服 已经随洛流逝沉底 那黄金兵甲堆积如山 也在洛阳开山之后 彻底倒塌封死 这项浩大工程比起结疆 可要艰辛百倍 徐凤年一掠去黄河对岸 身形在空中 曾低头望了一眼 老魁爽朗声音摇摇传来 嘿嘿 要是有机会就替老夫给老黄上坟敬酒 少一句话给那鱼木疙瘩 这辈子跟他比拼 输得最福气 徐凤年略出吉里路 察觉鸚雾一直掉尾跟随 停下咒眉问 你要做什么 红袍丹英伸出星红舌头 舔了舔嘴角 僵硬抬手指了指徐凤年身上轻甲 徐凤年想了想 权衡利利 这一袭蟒袍甲咒 实在不宜劈穿出行 干脆卸甲退下 丢给大红袍鹦 与火龙甲跟鹰雾天生相克不同 青芒甲有助于丹英的修为增长 徐凤年虽说有些遗憾 没办法将青甲穿回北梁 不过也胜过在北莽招摇过世 青甲实在是太扎眼醒目 不说别人 顺藤摸瓜的公主坟和魔头重粮 就要头一个拿他开刀 鹰雾不知如何 在不脱红袍的前提下穿上青甲 死壁摇晃 好像手舞足蹈开心至极 徐凤年觉得滑稽荒诞 效果以后就开始前奔 可一刻之后就再度驻足转身 杀机浓 你真要纠缠不休吗 我有春秋一剑 斩杀你这等会晤十分适宜 别以为你可以稳操胜权 鹰雾红袍旋转 欢喜悲悯二相不断重复 你不回公主坟想跟着我 一身燕红的鹰雾歪着脖子直勾勾叮住徐凤年 你是想把我当作天底下最美味的不要食材 也不杀我只是慢慢进步 鹰雾悲悲悯相变作欢喜相 答案显而易见 估计世间也就只有徐凤年会一本正经 跟猪袍丹英做生意了 好处不能让你一个人独占 我带着你那就真要不得安生了 这比起我自己穿着轻甲油粒已经是差不多性质了 鹰雾一手遮掩半张脸面 一手做了个抹脖子的姿势 你真当我是神仙啊 你随便比划两个手势就知道你在说什么了 鹰雾指了指黄河龙臂方向 画了一个大圆 再重复一遍眼半面抹脖子的动作 画了一个小圆 徐凤年一阵思索 半信半疑的问鹰雾 你是说洛阳是大念头 还有个半面小念头会杀我 所以你只要被喂饱 就会护着我 鹰雾转眉欢喜下 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真是不消停 徐凤年问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那你说试看 大念头和小念头谁更厉害 鹰雾犹豫了片刻 先画大圆再画小圆在自己脖子上 一抹 徐凤年顿时了然 才略微松口气 他便画小圆 然后指了指徐凤年再抹脖子 徐凤年倒抽一口冷气 我在一名重家婢女香囊上见识过油爆琵琶半遮面的绣花 你家那位小念头是个半面女子 鹰雾刻板点头 转为一张悲悲门项 徐凤年转身大手一挥 得 咱俩大不了为各自前程 再并肩作战一次 封锦 扯祸 走一个 河曹那边白发老魁在原地战力许久 这都没遭殃 你小子可以啊 老夫当年不过调笑了公主婚婆娘几句 就给锁住了琵琶骨一辈子做奴 这么看来 一小子确实有些倒行 啊 当年那个前湖初见的俊逸少年 真是长大了呀 黄河在湖口瀑布处跌水入大草 一抹青丝一抹白浮出水面 如连出水 他仍在笑 在下洛阳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169集 徐凤年万万没想到 那红袍阴雾竟然是一位反追踪的大宗士 消除那些连徐凤年都意想不到的残留气息 极为精湛内行 有这么一张护身符 甚至有可能是救命符傍身 徐凤年心安许多 于是带上他拣选那些荒僻野镜往北而去 到了一望无银的戈壁滩 徐凤年站在一块暴晒的毒拉日透下的枯木上 自言自语 按照你我脚力 再往西北走上小半巡就到保平州 我要见的人就在那里 在洛水河边隐区 我呢之所以会拿命去拼死洛阳 是因为去晚了 一切就是徒劳 那老家伙为师难伺候 不过设身处地想一想 也不好怪他 本就是享受过未及人臣自卫的大人物 凭什么要抱着晚节不保的巨大危险 还捞不着太多实惠 去跟我一个嘴上无毛的年轻人谈事情啊 说到这里徐凤年下意识摸了摸下巴 骂完咧咧 嗨 原来已经都是胡渣子了呀 拿黄铜飞剑刮去有些渣手的硬青胡渣子 趁这个空档掂量了一下目前家底 如今已然不如金刚出镜毋庸置疑了 十二柄飞剑 朝露金吕太鹅三剑已冲气候 还扛了一对春秋春雷 外加三柄小号木马牛 这身心疼 怕能让那些一辈子也没摸过名气的大侠女侠活活眼馋死 虽然刀谱结青四一世停滞不前 不过好在开手扶摇和仙人扶顶这些招式 越发烂手于心熟忍于手 还能喊上鹦鹉丹鹰过招热手呢 这么一琢磨徐凤年心里有平衡啊 徐凤年如野马出草奔走了将近一个月 几次静心冥想都从冷汗淋漓中回神 黄河跌水的那一场豪躲 回头再来一遍 哪怕依旧占尽天时地理人和 但真还有勇气去西沙洛阳吗 思极此 徐凤年头也不回问鹦鹉 公主坟在哪里 大小念头分别是个啥念头 女子半脸妆 半张脸再漂亮 也跟女鬼一样 崇良的口味可想而知啊 徐凤年正因为明知鹦鹉不会作答 反而更喜欢叙叙叨叨 有时不时消失于视野的鹦鹉结伴同行 这一路走的倒也不算太乏味 临近保平州 保平州边境有一条大河叫做弱水 据说水弱不服鲁毛 徐凤年终于到达弱水畔 拘水洗脸 徐凤年连起契机沿河行走 想要过境就要过河 然后看到一个渡口 有羊皮筏子靠近对岸 走进渡口有一对衣着寒酸的爷孙 老人着一件破败道袍 背秀阴阳语 拿一截轻竹根做拐杖 跟徐凤年一样背个书香 孩子晒黑的整张脸好似 只剩下一双小眼睛 看人时滴溜溜转 不像是个性子质朴的孩子 爷孙二人也在等伐渡河 徐凤年确定老道士并无武艺在身 就安静眺望对岸 孩子扭头看了眼世子模样的徐凤年 扣了扣脚上草鞋 脚拇指早已倔强的钻出鞋子 对老道士可怜巴巴的哀求 师父给我换双鞋呗 就你身子骨金贵 才换过鞋子走了三百里路 就要换 早让你别瞎蹦跳 偏不听 鞋子还不懂是我编的 咳咳 那个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老人不说还好啊 一说到恶其体肤 孩子立即肚子咕咕作响 老道人做了一个背对徐凤年 临水独立的姿势 故作不知 熟悉老头脾气的孩子 只得白眼挨着饿 羊皮筏子返回这边渡口 老道人小心翼翼问了价钱 过河的价钱不低 且不按人头算 老道是伸手在袖子掂量了钱囊 够钱过河 进而给徐凤年使了个眼色 再对惩罚汉子说了一句 我们三人同行 那汉子心知肚明 不过也不好戳穿窗纸 买个面子给道人 上罚时徐凤年朝老道人点头致意 多谢 老人轻轻摇了摇袖口 哎 无妨不必在意这点小事 弱水水势远不如黄河汹涌 河净水清 孩子顽劣趴在羊皮筏子边上伸手捞水 然后尖叫一声猛然往后一靠 撞在老道人身上 孩子颤颤巍巍手指着江面 支支吾吾 又有水鬼 此不与怪力乱神 真是水鬼 穿了件大红衣服 还是你鬼 闭嘴 徐凤年眼角余光 瞥见一袭红袍 在皮筏附近如红鲤油叶一闪而逝 就粘在羊皮筏底部 老道士显然不信孩子的信誓旦旦 到暗时 徐凤年率先掏出碎银丢给汉子 老道人愣了愣 灰心一笑 倒也没有矫情 有黑孩子估计是被红袍女鬼吓得腿软 率先跳下法子摔了个狗吃时 看到老道人一阵无奈 三人走上简陋渡口 同是南朝人士 老道人也有种一乡相逢同乡的庆幸 拱手打了一个小的棋手 平道燕阳关奸院久为道人 苏名落平央 公子喊我俗名即可 见过落奸院 在下徐奇 说话间 徐凤年不动声色的打量了道人一眼 北莽道德宗世大 逐渐全清三教 奸院作为一座道观屈指可数的大人物 非功德兼具不可担任 还要求金鱼摘叫柯仪和拔度幽魂 不过看到人装束 估计大概是一位不知名小官的监院 那夜阳观有没有十名道人都难说 这样光有名头的监院 还不如大道观里头的知名道人来得有水族呢 徐凤年此时负极被春秋 衣着称不上锦绣不过洁净爽利 那张生根面皮又是儒雅俊义 论气度 洛道人与之比起来就有云泥之别了 也难怪老道人有心结交 照理来说 渡口附近呢 该有九四 果不其然 孩子雀跃道 师父 哪有望子 望子即是小九四常用的捆树草干 干头悬在店前招饮食客 老道是囊中羞涩呀 渡河前已是那公子哥掏的 要是在九四坐下 为师没有脸皮 再让陌生树生花销了 可自己掏钱的话 恐怕挤完酒下来 就甭想去道德宗那边参加水路道场了 徐凤年对于这点人情事故还是懂的 立即出生 走了半天得有小一百里路了 钱不着村后不着店实在饿的不行了 洛建院要是不嫌弃 就跟在下一起坐一坐 恰好徐某也信黄老学说 可惜大多一时半且 还希望洛建院能够帮忙解惑 徐公子有心想道 好事好事 一路缓刑 孩子偷偷打量这个人傻钱多的公子哥 老道人赏了一个板栗给他 这才对徐凤年说道 世间根底在道教 不过贫道学识浅漏 不敢自夸 唯独对子武留住和灵规八法倒是知晓一二 练起养单之道 只能说略懂皮毛 徐凤年点了点头 一行三人落坐在酒丝外的油腻桌子 要了一坛酒和几斤熟牛肉 孩子狼吞虎咽 就算有师父白脸色也顾不上了 老道是心底还是心疼这个毛病很多的小徒弟 对徐凤年歉意一笑 自己呢则要矜持很多 小口啄酒撕了块牛肉入嘴 徐凤年摘下书香后盆碗蔓延 孩子抬头说话含糊不清 师父 你怎么今儿没兴致您诗唱曲了 你当诗信是你馋嘴 总没个止尽 徐凤年笑了笑 老道是犹豫了一下 从书香里抽出一本烈纸钉缝而成的博书 这是频道的诗稿 徐公子要是不嫌气污了眼 可以拿去瞧上几眼 说是诗稿 其实啊小曲偏多 不必离俗 自然也就谈不上格调 呀那得要仔细读一读 有上家诗词下酒 人生一大美事啊 徐凤年擦了擦手 这才接过诗稿 慢慢翻页 初看几手 竟都是如才子思慕佳人 不过一些小曲小句 便是徐凤年读来 也觉得妙趣横生 例如春春莹莹艳艳艳 世世绿绿运运 亭亭当当人人 徐凤年起先还能喝几口酒吃几块肉 读到诗稿一半就有些出神了 肝肠百炼炉尖铁 富贵三更枕上蝶 功名两字九中蛇 年老无所依 尖锋分外寒 补雪油为重 吹摇压倒无毛射 诗稿末句如诗词曲子说写 真是生灵涂炭 读书人一生常态 诗稿由时间推移而陆续定入 大抵便是这位洛平阳的境遇新路 由才子花钱月下 进入中年颓丧无奈 再到年老豁然感怀 徐凤年和尚诗稿 唉 这本稿子 要是换成我二姐来看该有多好 徐凤年默默地环诗稿 不再说话 搁在四五年前 这本稿子还不得让他出手几千两银子呀 这位一生怀才不欲久微道人 估摸着处处碰壁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收回诗稿 也不觉得心灰意冷 天上掉下一顿不花钱的饱饭吃就很知足了 洛建院可知两禅寺龙树僧人去了道德宗 并未听说 黎阳王朝那边倒是有佛道论变的习俗 要是在北马倒是跟和尚说法可不就是鸡同鸭讲吗 可别搅黄了道德宗的水路道场 白跑一当的话 贫道可就遭了大罪喽 本来就是遭罪 老道士做事要打 孩子缩了缩脖子 九族万宝得知徐凤年也要前往保平州西北 三人便一同启程 走之暮色沉沉 依旧荒无人烟 没有落脚地 只得以天为背 以地为床了 燃起篝火 孩子走得困乏 早早睡去 老道士不忘摆弄一句 哎 痴而不知容枯是 之后徐凤年问过了几个道教粗浅的问题 也不敢深问 生怕让这位落监院难堪 倒是落平央 犹豫不决 下了好大决心才突然对徐凤年问道 有一句话 不知当说不当说 落监院尽管说 平道年少曾跟一位真人学习官器之法 看公子面相 家中似乎有清净之人去了 不是姓宋便是姓李 如果可以平道劝公子最好还是返乡 徐凤年呆致不言语 哎 平道其实也算得不得准 若是万一说晦气了 徐公子不要怪罪啊 徐凤年点了点头 老道士看着这位性情颇为温良的公子 面对篝火嘴皮子微微颤抖 老道人不忍再看沉默许久望着远方 风涛嫌我我掏风涛山鬼放生野鱼笑风波远我我远风波 星斗满天人睡也三人同行一路风餐露宿 久而久之一些小秘密就不再藏藏叶叶了 徐凤年逐渐知道这位不知名小道观的监院在很用心的传道授业 一路上都在教他徒弟如何练气 岳墨师几次住宿歇脚都是徐凤年套腰包给银子 老道人也不介意他旁观旁听 今日小徒弟按照师父的叮嘱在弱水河畔的背石阴凉处盘膝而坐 双足盘起做佛门金刚家夫状放在道门里便是如意做 老道人从书箱里小心翼翼捞出几本泛黄书籍递给徐凤年 抚须笑了笑 诗不相瞒 诗不相瞒 平道年幼时 佳锦英时 也读过许多诗书 族中有长辈好黄老 言经习道 曾跟随那位长辈练气几年 后来佳岛中落 不想半途而废 就干脆进了道观做了迎来送往的知客道士 这些年变了如是道三教典籍金书 好不容易啊才跳出这三本 且以为最不会误人子弟 堪称无疑自妖火之言 徐凤年结果一看心中讶人 天台宗修炼只灌的六庙门 春秋时期散现人物远远凡的静坐法郑许斌 还有皇教的菩提道次帝论 这三本书对常人来说有些晦色 只不过对三教中人而言入手不难 只是佛道两教典籍浩瀚如荫 能挑出这么三本 足以证明这老道人 非是那种随便披肩道袍的假道士 三书稳当妥实 讲述静坐禅定之法的十分循序渐进 不像很多经书 故作白头归佛一生心 我欲出离世间之语 只是共弄玄虚 在文字上玩花样 当然 要凭这三本谁都可以买回家照搬练器的书籍 修出一个长生法 肯定是痴人说梦 不过如果修法得当勤肯不屑 可以一定程度上趋病延年 收回视线 徐凤年继续听老道人说道 老道人难得碰上 有人愿意听他显摆修道心得 身态十分悠然自得 指了指徒弟悲疾 徐公子你看啊 平道这徒儿几梁之术 犹如算盘子的叠术 这可是有讲究的 老道士卖了个关子 笑问徐凤年 徐公子可曾见过人参 哎 也就侥幸见过几次 那可是好东西 平道年少 跟随长辈习道修行 见识到几只老身 是地地道道 从黎阳王朝两寥地去踩这儿来 粗的跟手臂似的 哎 说偏了不说这个啊 浩瀚不提当年用 总而言之啊 万物生而有灵 尤其是这人参 一株人参的枝叉 必然卷曲成结 为的便是培养本源 不让精气外泄 我被道人啊 静坐图纳也是此理 还有静坐石啊 得舌头轻微田底上额 如畏生长牙齿婴儿酣睡 说来说去 这些还仅是修斗打底子 其实啊 为过门槛 想要登堂入室啊 难咯 贫道便揽群书 而且啊 手头一有闲钱 就去破洛世家子那边 采购书籍 书中自有颜如玉千中素 贫道是方百之人 只想着在纸堆里寻长生 这么多年下来 也没敢说自个儿真修成了什么 道教图纳运气 有十二重楼一说 可如今啊 贫道也只自觉修得五六楼 哎 固有修道登楼 如入蜀 为师难如登天的说法 一些烧香百姓 夸我是真人 是神仙 实在是汉颜 这一趟麒麟真人传言天下 道德宗要修善道葬 总会天下道书 说出来不怕徐公子笑话 贫道并非冲着水路道场而去 只是想着去道德宗其中 任何一座道观内帮忙打杂 不说其他 能多瞧几眼 孤本残卷就知足 住宿伙食这些琐事 贫道和徒儿对付着过就成 老道士的徒弟摇摇晃晃 体力不知身心疲惫垂垂欲睡 老道士紧张万分 小生对徐凤年说 平道图二天字不错 比平道好上万分 你瞧他这是气海升幅的征兆 何时眼前无论开眼闭眼 都会出现或引火或勾斂的景象 就证明修道小城了 平道当年修成耳通和眼通两大神通后 走这一贯可是吃了莫大苦头 起先忘用手艺上丹田 亦是红光满面 自以为正道有成 后来才知啊 误入歧途 如今回头传授徒儿心法 就少走太多弯路 老道士说的兴致高昂 不曾想那徒弟差点摔倒 有气无力 哎呦师傅 我这是饿的 老道士颜面尽尸啊 气得一记板栗砸在孩子头上 吃吃吃就知道吃 你这不上劲的吃货憨货 孩子当着外人面丢了面子 红了眼睛跟落道人狠狠对视 结果掌心又挨了十几下 孩子经不住打 老人又卯足了劲派 小手瞬间通红 又吃疼又委屈 瞥见那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的世子 似笑非笑 起身就跑去弱水边上蹲着 捡起石子往河里丢 老道人眼不见为净 对徐凤年语重心长的说道 道门修行 即便眼线引火勾炼 可要是不得正法 还是会被禅宗 斥为光影门头 这一半是因为佛家从心性入手 不注重身体锤炼 更无道教内担一说 因此啊 视作仗道 还有一半啊 则是的确有走火入魔之嫌疑 公子如果有心沿袭静坐 不可不察 只是平道 也是瞎子过河瞎摸索 用自己的话说便是假借修真 说出去啊 恐怕会让大罐里的真人们笑话死 平道陷于资质 至今未能内闻檀香 不提那些正道飞声 便是那些小长生 也遥不可及 平道这个徒啊 也是个苦命孩子 虽说不懂事儿 根骨和心性啊 其实不差 平道就想着 能让他以后少受些罪 徐公子 不要怪他整天板着一张臭脸 孩子太小 走了千里路 脚底板都换了好几层老茧 自小又把艳阳冠当成了家 总是开心不起来的 嗯 落监院严重了 是我没孩子缘 谁家孩子见着我都少有好脸色 哎 咱们人哪 就如一杯晃动浊水 静之之后 方箭杯底污垢 有病 方知身是苦 见时 多想乱中芒 徐凤年略作思索 点了点头 一间空屋看似洁净 唯有阳光透窗才知尘埃万千 道门中人入衣品 一入即是止玄境 这恐怕就是在这一栋一镜之中的感悟 几身金刚镜以后 不论关铺关河 依稀可见某种细如发丝的残留轨迹 若是到达止玄境 是否可以产生一种预知 徐凤年陷入沉思 秦帝临终 洛阳在同门外抽丝剥茧 带给他极大震撼 洛平央怅然神亡 一品境界啊 贫道可不敢想 三人一直沿着弱水往西北前行 每逢停留歇息也都是满天星光下临水而睡 最后一次歇脚 徐凤年第二天就要与这对师徒分离 后者赶往黄河 再沿黄河乘船逆流 去道德宗参加那场声势浩大的水路道场 徐凤年则不用拐弯 再走上半旬 就可以见到此次北莽之行的最终目标人物 这一夜夏秋两季交汇星垂苍穹 头顶一条银河璀 北地天地看上去几乎触手可及 徐凤年坐在弱水河边上发呆 收敛思绪转头看去落到人的小徒弟站在不远处 犹豫不决看到徐凤年视线头来转身就跑 可跑出去十几步又止住身形 掉头往河边不情不愿走来 小孩不喜欢徐凤年都摆在脸上 也不知道今夜为何肯主动说话 一屁股坐下后两两沉默 终于还是孩子熬不住 开口问徐凤年 姓徐的 你听说过道高一尺磨高一丈这个说法吗 徐凤年点了点头 孩子皱紧眉头睁耳巴惊问 一丈总比一尺高吧 我每次问师父为何磨要比道还要高出九尺 师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总是转移话题 你懂不懂啊 嗯我也不太懂 你也没啥的学问 连静坐都不会还得我师父教你 你师父本来学问就大 否则也当不上你们艳阳惯的监院 我比不过他又不丢人 谁都说我师父算命准 徐凤年望向细碎星光 摇晃在河面上的弱水没有作声 师父临睡前让我来跟你道声谢 我本来是不愿意的 可他是我师父 你总得听他的话 你倒是实诚人 孩子不再乐意大理这个家伙 把脑袋搁在弯曲膝盖上 望着弱水正正出身 那天渡河 我真的看见了穿红袍的女水鬼 你信不信 嗯 信 说话间弱水中一抹鲜红游走而逝 徐凤年想了想 从书香拿出一叠草鞋 有三双抽出两双给孩子 本来只做了一双 后来见着你们又做了两双 你不嫌弃就当离别之礼 孩子惊讶啊了一声 犹豫了一片刻还是接过两双草鞋 孩子抱着草鞋好奇地问徐凤年 哎 你也会编织草鞋啊 那你送谁 徐凤年平静望向水面 你有师父 我也有师父呀 徐凤年凝望水面 一连串的画面映入眼帘 他想起了师父李一山 又想起了缺满崖的老黄 更不禁想起了那个两万里借鉴的独臂老头 李淳刚 一甲子前的青山剑神 一甲子后解开心结的羊皮球老头 总是那么轻轻松松就成为了天下第一 天下无敌的头衔那么重 也只有李淳刚说放就放想拿起就拿起 一剑风华落的是乱世情商 若心不藏绿炮而三万六千思念遥遥百年又何必毒伤呢 大雪平一句剑来重归剑仙之境 五帝城一战破王仙之使出九分力 广陵江一战一剑杀敌两千六 一气千里又百里突破天人境界 行将就目前万里借鉴邓太阿 助其突破陆地神仙境 占平拓拔菩萨 唯愿世间星成见世 人人会两袖青蛇 愿天下惊艳后辈 人人可见开天门 在下洛阳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170集 洛道人清晨十分睁眼 发现徒儿淋了一根树枝 在水畔胡乱摆架子 他副手走近 看到底子不薄的徒弟一只在手 每次稍作宁气出手便是一气呵成 如提剑走龙蛇 游击跪在有一两分剑术大家的神似 洛道人瞪大眼睛 感情这崽子真是天赋好到可以望水勿见 无视自通 可我也没有叫他剑术呀 洛道人没瞧见徐公子身影 等徒弟挥了一套 汗流甲被停下 这才见鬼一般疑惑的问徒儿 怎的学会剑术了 这块小黑炭哼了一声 拿枯枝抖了一个剑花 咧嘴笑了笑 徐公子夸骨隔青旗就交了我这一剑 我琢磨着等回到燕阳观 青岩师兄就不是我的对手了 那位徐公子还懂剑术 应该不会吧 昨晚交了我这一剑前 说是偶然间从一本缺页谷谱上看来的 我看他估计是觉得自己也学不来 该做就教我了 以后等我练成了绝顶见识 他也有面子 孩子记起什么 小跑到河边捡起两双草鞋 师傅 这是他送给咱们的 林兴前让我捎话给师傅 说他喜欢你的诗稿 说啥是人人之言 还说那句剑衣青山补太平 顶好顶好 最后他说三诗二首诗词都背下了 回头读给他二姐听 反正那家伙唠唠叨叨的 可我就记下这么多 后来顾着练剑又给忘了些 反正也听不太懂 老道人做事要打 孩子倒提树枝如握剑 把草鞋往师傅怀里一推 我背树枪去师傅 记得以后我就是一名剑客了 你就等着我以后剑衣青山吧 兔崽子记得人家的好 知道了 落道人低头看着手中的草鞋 摇头叹气 上床时与些吕相比 谁知何眼再无逢 道人口中念叨着的徐凤年 此时独身走在弱水岸边 那穿青蟒袍的一席红袍 悠哉浮游 鹰雾天性洗水焰火 鹰雾单鹰见水则欢喜向更欢喜 时不时头颅浮出水面 嘴中都嚼着一尾和鱼 面朝岸上徐凤年 皆是满嘴鲜血淋漓 那对师徒自然不会知晓 百度过河时 若非他暗中阻拦 撑羊皮筏子的汉子就要被拖拽入水 给鹰雾当成一餐肉食了 孩子将其视作水鬼不冤枉 徐凤年晚上说把手教孩子那一剑 是气势磅礴的开鼠式 不过估计以师徒二人的身份家底 孩子就算日日练剑到花甲之年 都抓不住那一剑的五分精髓 武道休息自古都是名师难求 名师更难求 入五福四品是一条鸿沟 二品小松狮境界是一道天剑 一品高如畏畏天门 洛道人已算是有心人了 还是个道观奸怨 穷其一生孜孜不倦寻求长生术 可至今仍是连龙虎山天师府 扫地道童都早已登顶的十二重楼 都未完成一半 这便是真实的江湖 有人穷到一吊钱都摸不着 有人赴到一座金山都不入眼 徐凤年突然停下脚步蹲在地上 把书香里头的物件都搬出来晒太阳 算是拿一个南兆去跟西蜀遗孤换来的春秋剑 见其之俗徐凤年只能发挥十之五六 一把春雷一部刀铺 身上那件后两次游历都睡不屑甲的软皱 十二饼飞剑 朝露金吕太厄都箭胎真满 一双还不知道能否送出的草鞋 徐凤年一件一件的放回书香 阴雾丹英来到岸上 歪着脑袋用悲鸣相望向这个家伙 徐凤年也不多说 带上阴雾继续上路 黄昏中徐凤年终于走到了保平州边境地带的弱水源头 是一块满目清脆的绿洲 如一颗绿珠镶嵌在黄沙圆盘中 徐凤年在绿洲边缘的碧绿小河畔 居水洗脸 猪袍阴雾在水中如锦里游玩嬉戏 此地戒备森严 不光是常年驻扎有一只六百黄杖铁骑 更夹杂有许多影子宰相李密碧麾麾下的补亭狼和捉蝶式 交织成一张大猪王 有一名猪王顶尖杀手剑客领先 既是保护那位古西老人也是严密监视 不论出行赏景路线还是每餐菜肴都要尽数上报主子李密碧 加上老人自身心腹势力 两者对质 同时又相互配合 抵御层出不穷的复仇刺杀 可眼下看来 此地暗装悉数 那只驻扎十里以外军营的静旅 也六百人骤减到寥寥两百期 怎么跟收到的情报不太一样 徐凤年拿几捧凉水洗完脸庞随即示人 想当年徐怀南在北亭黄帐以春秋移民身份身居高位 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如今彻底齐全五六年后 九居幕后一样天年 声望不如从前那般让人忌惮 也说得过去了 不过 谁能相信一个注定跟北莽不共戴天的北梁士子过关斩将 辛苦走了数千里 就是为了自投罗网 来见一见这位北莽住石 哼 这绿洲腹底看起来平平 分明是一座奇门遁甲大阵 胡乱涉足 说不定就要给当成刺客擒拿了 还是不着急进去打 等到暮色沉沉 朱袍阴雾始终是那副保暖无忧的散淡姿态 徐凤年凝神秉气如同老僧入定 猛然睁开眼 望向水边踩踏而就的小径 小到尽头 有一老一小结磅而来 智童生的唇红齿白 其竹马而来 憨太可爱 以一杆青竹做胯下马 嘴上轻嚷着驾驾驾 孩童穿了一席宽秀道袍 身色天然 孩子身边的老者 须发皆白 身材高大 文金青山 老人一手牵着竹马之童 一手握有两卷经书 见着了没有隐匿行踪的徐凤年 似乎毫无压意 松开小道童的手朝徐凤年笑着挥了挥手 像是久别重逢的忘年娇 徐凤年心下低估起来 昔日北莽王亭第一权臣徐怀南 仔细推敲起来 这人出身于辽东 还是比徐霄年长一辈的远房亲戚 只不过这种关系大可以远到 可以忽略不计便是 当年他在世自北逃之前 就已经到达北莽 成为慕容市女帝篡尾登记的首席 谋士功臣学赴武车 一生所学竞赴于北莽朝政 黎阳王朝初定春秋 携大使冲击北莽 就是他力劝尚未坐稳龙椅的女帝 南下御驾京征 才有了今日的南北分治天下 黎阳第二次举国致力北征 也正是本已卸任归田的他 重出茅庐制定战略 使得新贵拓爬菩萨击溃 黎阳三县 他这些年隐居入水盼 名义上是当年府上出了一名 左右双手倒卖军情的双面碟子 惹来女帝震怒 不得不致使退出王庭 实则是当之无愧的功勋元老徐怀南 对待慕容一族的态度上 跟女帝产生了严重分歧 心灰意冷 所谓震惊朝野的碟子案 不过是双方各退一步的一个台阶罢了 看着这位曾经步步登顶 然后缓缓时接而下的老人 徐凤年难免百感交集 徐凤年恭敬作一行礼 精神气极好的老者走进 扶起以身涉险的徐家后生 端详了几言 欣慰笑了笑 我这老头子想破脑袋也没想到会是你来看我 我甚至想过有没有可能是徐霄亲自造访 嘿嘿 韦识是天大的惊喜啊 不愧是我徐家人 我很早时候就说嘛 没些胆识的魂魄都不敢投徐家媳妇的胎 徐凤年笑意苦涩 放心 两莽边境动静很大 我这边抽掉了一个很关键的珠网剑客 因为猜到你要过来 就借机调走了大部分皇帐齐族 这看上去最危险 却也最安全 清明师姐刘夏成杀了陶前志 后边又跟拓拔春笋打了一架 让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将种吃了个哑巴亏 一路行来 趁手杀了淡人心肝的魔头谢灵 邓皇城引来了邓太阿出见 好像在黄河那边还跟公主坟扯上了恩怨 你这后生实在是让老夫大开眼界呀 当时我就说只要你能活着到弱水 我不管如何都会见你一面 来来来咱们坐着说 徐怀南和徐凤年坐在水边草地上 喊太志同突然做怒容提起竹马就要朝水中披下 契机之中让徐凤年出现一瞬窒息 竹袍鹦雾跃出水面 也是要翻江倒海的模样 好在徐怀南握住了那一截清脆竹竿 摇了摇头 志同这才脸去契机 复归天真无邪的神情 见到徐凤年眼神异样老人泄露了些许天际 不过点道极致 我也分不清是道门一气化三清的无上神通 还是斩除三师上十周的生辟手段 不过身边这位肯定是苦命孩子 这几年毛舍门可罗雀 懂得烧冷灶这种宫门修行的聪慧人 也逐渐熬不住性子 越发减少 亏得有这孩子陪着 才不觉得年老乏味 对道教正统而言 龙虎金丹一直被视作可证长生的正途 俘禄外丹都是旁门 更别替斩三师这种不见任何典籍记载的左道 不过只是一名小小道童 就能让阴气趋于饱满的阴雾如临大帝 北莽是不是太过于藏龙卧虎了 既然你敢来这里 我就破例跟你坦诚相见 说几句本打算带进棺材的心底话 若是一年前 我会按约定替徐霄给北梁谋划吞忙一事 毕竟我谈不上忠于王婷 也没有做女子群下沉的时候 之所以做梨香犬卖国奴 为女帝鞠躬紧粹 只是因为是对春秋和黎阳憋了口恶气 既然如此 我也就乐得见这梁莽横升波澜 这比较棋局复盘还要来得有趣 当然 我跟徐霄一样 都是出了名的臭骑篓子 不过 齐剑岳府的太平令 棋盘内外 都是祸身价实的国手 他游历黎阳十数年摸清了脉络 这次返回皇宫对症下药 打了一局大谱 黑白定乾坤 囊括了北莽黎阳北梁 我的谋士位置自然而然 被这位新任帝师取而代之 我这些年的代价而估 便成了不小的笑话 徐凤年 你说王婷既然已无我的用文之地 我哪怕厚着脸皮付出 又能做什么 徐凤年默不作声 是不是很失望啊 嗯 说不失望 我自己都不信 我生时自然是满盟富贵 我死后注定不出十年便是满盟超展下场 一半是因为我故意不约束族人 由着他们先一怒骂为非作胆 而我做北院宰相时 已刻意跟耶律慕容良性交恶已久 另一半是女帝终归是女人 女子记仇是天性 她死之前注定要跟我算旧账 特一万步 就算她念旧不难为我 下一任北满皇帝也要拿我后人开刀 我自认对的主族人 三十余年如日中天 是寻成人几辈子都享受不到的荣华富贵 唯独一人不能死 或是说不能死得如此之糟 也算我对失信于徐霄的一点补偿 徐凤年抬起头迷惑不解 当年徐霄有赵昌霖和李一山做左膀右臂 我也不是神仙 给不了两位 只能给你这将来的北梁王其中之一 你要是信得过就放心去用 他本就要在四十岁前活活累死的命 老人指了指自己脑袋 我这一生独始而懂 和自悟而得的阳谋涛律和阴谋诡计 都传授于这位不起眼的偏方属孙 不用徐凤年询问老人便笑道 他已经在出发去北梁的路上 你们该相见时自然相见 徐凤年正要起身致谢便被老人白手拦住 本就是欠你们付辞的老夫能在北莽平步青云 也少不了虚消的助力 哈哈 记得我年少离家时 本意是立志做一名儒家经学家 行万里路后再万卷书 能够迅古著书就好 哪里会想到走到今天这一步 徐凤年无言以对 徐怀南拍了拍徐凤年肩膀 唉 以后的天下 毕竟要让你们年轻人去指点江山 老人唏嘘以后继而问徐凤年 听说你练刀练剑都有气候 可有北梁刀 我想瞧上一瞧 来北莽不好携带北梁刀 只有一柄春雷短刀 老人拍了一下自己额头 嘿嘿 老糊涂了 短刀也无妨 徐凤年从书香里拿出春雷刀 徐怀南放在膝盖上凝视许久 老夫生意无欢可言 死亦无所惧 之所以耐着不死 就是等着给那名孙子一份虔诚 再就是少了一个安心赴死的由头 老夫既然欠了徐霄 就再不能欠你 而且老夫也想到了一个不负任何人的做法 徐怀南抽出春雷刀递给徐凤年 那张沧桑脸庞上的笑容无比豁大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各去徐怀南的头颅装入囊中 返回北梁去做那北梁王 离开时 徐凤年还是那个背书香远游子的装扮 红袍鹦雾依旧隐蔽前行 只是多了一颗寒笑而亡的头颅 行出三百里见到两骑纵马狂奔去往弱水河畔谋涉 其中一骑马背上的男子玉树临风 北人的身材男人的相貌 见到徐凤年后顿时脸色苍白下马后亮枪行来 跪地捂住心口咬牙哽咬 嘴上反复念叨着 我就知道是如此 徐凤年心知肚明也不劝慰 冷着脸俯视这名被徐怀南寄予厚望的庶出子孙 胜于一起做这个嗜毒书童模样的少年 见到主人这般失魂落魄 顺带着对徐凤年也极为敌视 男子早已籍惯却未及三十 事态片刻后便脸藏神情不卑不喜 挥去书童试图搀扶的手臂自行站起身 让书童让出一匹马主仆共乘一马 三人两马一同默契地前往南方 穿过小半座宝平州南端 绕过王亭京畿之地即将进入京缠中 在一栋边荒小城的客栈挺马修起 冷眼旁观的双方终于有了一场开诚不公的谈话 客栈生意清冷 偌大一方四合院就止住了他们一行三人 夜凉如水 姓王名孟希的侍童少年蹲坐在院门口石阶上 对着满天繁星哀声叹气 院内有一张缺角木桌 几条一屁股坐下便会吱压作响的破败主意 徐北纸不饮酒 入宿时却特意向客栈购得一壶店家自酿酒 此时搁在相对而坐的徐凤年眼前 看着他倒酒入慈悲 徐北纸平淡开口 都说酌酒喜相逢 你我二人好像没这缘分 这名字是你爷爷亲自取的 起先不叫这个 六岁时在徐家私塾背书 爷爷恰巧途经窗外将我喊到跟前 有过一番问答以后 就改成了北纸 局生南为局 生于北 则为纸 一晚我不知道爷爷取名的寓意 现在才知道 是要我往南而袭 由纸便局 爷爷用心良苦 做子孙的总不能辜负老人家 改名三年 九岁以后 我便跟在爷爷身边读史抄书 与爹娘关系反而淡漠 也许世子殿下不知 爷爷已经留心你许多年 尤其是从北梁王拒绝你进京起 到你两次游历 爷爷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去截取第一手消息 我敢说 他老人家是北蒙内第一个率先猜出你的身份 说到这里 徐悲指视线头像徐凤年所在的屋子 搁在膝上的一只手无指轻微颤抖不止 桌面上一手则并无异样 徐悲指一瞬后即收回视线 语气波澜不尽 爷爷这么多年一直有心结 解灵还需继灵人 自然姐姐一样还需继结人 世子亲身赴北莽 比起北梁王还来得让在下感到匪夷所思 我曾经见爷爷不等你临近弱水就将你击杀 既然是死结就以一方去死为重 徐凤年笑了笑 一口引进杯中酒 徐悲指低头望向他眼前空无一物的桌面 只是没想到死结死结换成了他老人家去死 之前爷爷还说就算见了你的面谁生谁死还在五五分之前 徐凤年低头喝第二杯酒时不露痕迹皱了皱眉头 徐悲指明起嘴唇注视着慢饮灼酒的徐凤年 近乎质问的开门见山 你既然不愿做皇帝来北莽做什么 来见我那不问世事多年的爷爷做什么 哪家攀王敌长子如你这般疯疯癫癫 你将北梁军权交由陈之报又如何 徐凤年瞥了他一眼 拿了一支空杯倒了一杯酒缓缓推到他桌前 徐悲指摇了摇头不去举杯 竟是隐约有哭腔自言自语 对我不喝酒并不知酒滋味 我第二次游历返回北梁来你们北莽之前 临行前一晚徐潇跟我坦白说过 我头回跟一个老婆出门 一个叫楚庐山的胖子就鬼鬼祟祟跟在我后头 暗中联络了北梁旧部不下五十人 北梁三十万铁骑的反与不反 就在徐潇一念之间 生在乱世都没有做乱世犬 徐潇笑称狗急还知道跳墙 他这个臭骑篓子 真要被皇帝拉扯着去下棋 万一在棋盘上输了 大不了一把掀翻棋墩子 看谁更翻脸不认人 第二次唐儿皇之游历江湖 我才亏得北梁潜在势力的冰山一角 徐潇事后说这份家当陈之鲍拿不起 当初踏平春秋六国 徐潇被封北梁王 陈之鲍原本可以去南疆自立门户 带着北梁进八万嫡系兵马赶赴南方列土分疆 成为黎阳第二位异性王 既然他当时拒绝了当今赵家天子 也就怨不得他这个早已给过机会的义父吝啬 在北梁家有家归要在国有国法之前 徐碑芝默然沉思许久以后他默念 既有断出生 徐凤年换了个闲事写意的话题笑问徐碑芝 能否告知智年道童的身份 不问清楚我总觉着不舒服呀 我也不知那里玄机 只知道十年前道童来到徐家 十年后仍是智童模样 岂不是应了那个玄之又玄的说法 长生长生 这个说法脱口而出后 两人神色各异 徐凤年藏有戾气 徐碑芝则充满一探究竟的好奇意味 徐碑芝自幼跟随爷爷 竟然攻门修行善于察言观色 见到徐凤年露出的蛛丝马迹留了心 却没有问讯 不曾想徐凤年主动投帝 我跟一只躲在龙虎山 争得小长生的老王吧 有恩怨 如果你真要到了北梁 乐意放低身价为虎作仓 以后你等着看热闹就行了 徐碑芝没有接过这个话头 马上要进入晋禅州了 恐怕以你爷爷的渗透力 在那通行就不如在宝平州轻松喽 都早些歇息吧 徐碑芝欲言又止 直到徐凤年转身都未出生 直到徐凤年走出几步 他才忍不住开口 嗓音沙哑 你驱走我爷爷的头颅返回北梁 才算不负此行 一张儒雅面皮的徐凤年 停下脚步转身望向这名比自己货真价实太多的读书人 徐碑芝双手死死握拳摆放在腿上不去看徐凤年 我也知道爷爷是要帮你助长军中威望 毕竟搁走堂堂西年北院大王的头颅 比起带兵灭去十万北蒙大军还要难得 我只想看一眼就一眼 徐碑芝双手 你不恨我 极为风雅静气的男子欺然笑了笑 我怎敢恨你 是要让我爷爷死不明目 徐凤年傲了一声 转身便走 轻轻留下一句 你要见你爷爷很难 我葬在了弱省河畔了 说完徐凤年转身离开夜深人静 在门口用屁股把台阶都给捂热了的仕童百无聊来 听闻动静转头后一脸不敢置信 滴酒不沾的主人不仅举杯喝光了杯中酒 似哭非哭似笑非笑仰头提起盛有小伴的酒壶 咕咚西树倒入了腹中 咕咚西树倒入了腹中 中的声欠标 咕西树倒入了腹中 咕西树倒入了的肥垂